过生日亲哥给我发了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的红包 他女朋友知道了 说我不自爱 警告我让我和我哥保持距离 不仅如此 他还装白脸 挑拨我和我哥关系 呵 真以为山鸡能飞上枝头变凤凰了 但凡有一粒花生米 他也不敢做进我家门这样的美梦 过生日当天 我哥给我发了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的转账红包 外加一条大师亲手制作的限量版项链 我发朋友圈感谢我哥送的生日礼物 过了没多久 我哥的女朋友林悠悠就给我发消息 你哥给你发了那么多钱 是你问你哥要的吗 不是吧小玉 你都这么大了 还问你哥要钱啊 这不太好吧 我读了两遍确定他没发错人 不是 我哥给我的生日礼物什么时候轮到一个外人指手画脚了 我气冲冲回应 我哥给我的 怎么 你有意见 不过就是六万多块钱 他就这么跳脚 要是要是知道去年我哥送我一辆宝石节他不得及死 林悠悠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是认为女孩子最重要的是自爱 我收了我哥给我的礼物叫不自爱 他没事吧 脑子有病词净到我身上了 那是不是我哥一有女朋友我就该去死啊 我冷笑一声 那你认为我该怎么做 别有事没事给你哥发消息 要钱 和你哥保持一点距离 我和我哥一起长大 一起玩闹 见证了彼此的成长 他一个外人居然让我和我哥保持距离 搞笑呢 真是纱布擦屁股 给我露了一手 我忍不住对他 嘴里插了开赛路是吧 张口就拉 小玉我也是为了你好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哦 我要吐了 这八二年的老绿茶隔着屏幕 我都忍不住越幼了 滚 我随即把他拉黑 脑残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越想我越生气 一定要让我哥知道 这个绿茶的真面目 我刚截图 要给我哥发消息 他先我一步发消息质问我 他问我 为什么要骂他女朋友 现在骂哭了 他哄都哄不好 随后他给我发来了几张截图 该说不说这绿茶 真会先生夺人 断章取义 他独独把我骂他的聊天记录 发给了我哥 添油加醋说我不把我哥 放在眼里 还查兮兮让我哥 不要找我麻烦 都是他的错 一定是他哪里做得不好 他妄图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 却低估了我哥的轴 没料想他千叮宁万嘱咐 我哥不要告诉我 却还是被我知道 我立马把全部聊天记录发给我哥 看看你女朋友说的什么屁话 我哥没说话 一会儿才给我道歉 说林悠悠是因为从小缺爱 太爱她了 才会这么在乎她 我看她不是缺爱 是脑子缺根弦 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 你就别和悠悠计较了 我哥这话给我一记重磅炸弹 我特么 这是给我哥灌了什么迷魂药 让我哥这么刚正不阿的人 开始是非不分 之前我就看林悠悠 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但她没做什么过分的事 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 想着我哥过不了多久 就会和她分手 没想到这一谈 就是好几个月 现在我哥居然有和她结婚的打算 还没进我们家门就开始搬弄是非 这要是进了 我们家门不得 把我家搅得鸡犬不宁 我不同意 她这种一肚子坏水的女人 不配进我家门 小玉 我追求真爱 你就是看不得我好是不是 果然悠悠说得没错 这个绿茶一定给我哥说了什么 我哥隐隐发怒 再这样下去 我哥一定会跟我闹掰 这不正中绿茶下怀 不能让她得逞 我补充 哥我的意思是 这话说得太早了 会让悠悠姐 以为你是个草率的人 应该从长计议 她这才向我表明她的计划 我哥准备过年 把林悠悠带回家见我爸妈 明年春天就举行婚礼 还让我保密 给林悠悠一个惊喜 我哥这是铁了心 取这个绿茶过门 还婚礼 让她给我有点远滚多远 我迎合我哥 太好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 这一天的到来了 我这么没良心 不会遭雷劈吧 我哥夸我上道 晚上要和林悠悠 一起给我过生日 平时都是我哥和我爸妈 一起陪我过生日 给我布置盛大的生日宴会 今年他们去国外度假 抽不出时间陪我 这样也好 我去会会绿茶 我哥订了家餐厅 我过去的时候 他们已经在等我了 平时过生日 我都是在自己家的 五星级餐厅过 今年我哥选的这个餐厅 实在寒碜 我也理解我哥创业期 确实资金有限 林悠悠一袭白裙 打扮得楚楚动人 怪不得我哥能被迷住 他热情地挽着我的胳膊 把我拉到座位上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要不是我哥看着我 立马甩开他的手 林悠悠率先给我道歉 让我不要把中午 那些玩笑话记在心里 合着她是开玩笑 是我个小肚鸡肠的人 追着不放了 我哥一脸看我女朋友 多声名大义的样子 想帮帮给她两拳 我笑着爷鱼道 怎么会那悠悠姐 你不说我都忘记了 你不会还在记恨我 心直口快说的几句话吧 不是吧不是吧 你还和我一个小辈计较啊 论阴阳怪气 我还没怕过谁 悠悠当然不会了 我哥道 林悠悠脸都绿了 不过是几秒钟 她又恢复往常那 副笑银银的表情 服务员把蛋糕推了上来 我差点爆粗口 那蛋糕又小又丑 跟被人吃剩下的似的 用我最讨厌的绿色 歪歪扭扭地 写着生日快乐四个字 我控制住自己没用 用这丑东西恶心我 给我下马威不让我好过是吧 我女朋友亲手做的蛋糕 厉害吧 我都没这个荣幸 让悠悠亲手做 你就偷着乐吧 我哥懒着林悠悠一脸骄傲 我真想把我哥这个恋爱脑 送回我妈肚子里 回炉重造一下 我一脸惊喜 哇塞 不愧是悠悠姐做的蛋糕 和悠悠姐的气质 简直一模一样 牛死了 丑人才能做出这种丑东西 林悠悠脸都僵了 但她又不能反驳打自己脸 她笑得勉强 小玉喜欢就好 随后她从背后掏出一个盒子 说是给我的生日礼物 我一打开 差点骂娘 一顶绿油油的帽子 躺在盒子里 我还没男朋友 就诅咒我被出轨 真恶毒啊 悠悠姐 这绿帽子 什么意思啊 我强忍怒火 林悠悠一脸天真 语气很是讨打 祝愿你找到属于自己的青蛙王子呀 原来上面还绣了个青蛙 这妈妈赖赖的样子是个蛤蟆吧 祝愿我以后找个赖蛤蟆 我一时间气到没说话 林悠悠一脸受伤地扯着我哥的袖子 哥哥 妹妹是不是不喜欢我送的礼物啊 她是懂怎么恶心人啊 我忍着没把酒泼她那张大脸上 我哥刚要说话被我打断 悠悠姐说这话难道也是认为自己送的礼物不太合适吗 我只是林悠悠的眼睛 她刚刚得意的眼神有些飘忽不定 她刚要抓着我哥的手解释 我一笑而过 悠悠姐紧张什么 我又没说不喜欢 别心虚啊 我拿起帽子往她的头上一扣 我拍手叫好 哇塞 好好看 果然什么帽子配什么人 悠悠姐戴着真合适 悠悠姐过生日我一定送一顶比这还绿的 林悠悠笑得有些勉强 不用了 我哥意识到气氛不太对 忙说自己公司的事缓和 割菜怎么还没上来 你去催一催吧 我好饿 我冲着我哥撒娇 我哥揉了揉胳膊 你给我正常点 我鸡皮疙瘩都要掉下来了 我哥走后 林悠悠这绿茶也不装了 林悠悠直接给我摆脸色 明言我就是你嫂子了 到时候你哥也是有家有事的人了 希望你识趣点 别舔着大脸一直麻烦你哥 真的很烦人 这就摆上嫂子谱了 你特么酸那根葱啊 我绝不会让我哥娶你 他摆弄着自己的头发 那可由不得你了 你哥可是爱我爱得死去活来呢 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 他这是事在必得进我家门了 我哥以为他单纯什么都不知道 谁知他心里那点小九九被人猜得透透的 要我说我哥这么快想娶他 都是他自己暗示窜多的 他有意无意地俯了俯脖子上的项链 和我戴的一模一样 那是全球只有一条的限量款 那势必有一条是假的了 我也算见过很多贵重珠宝了 一看这橙色和工艺就知道 他脖子上戴的是真的 而我亲爱的哥哥给我送了一条假货 我哥都为他做到这个范儿上了 我忍不了了 我哥之前多疼我呀 我和我哥是龙凤胎 本来是我先出生的 我爸妈为了让我能得到多一点保护 对外一直宣称哥哥是老大 我成了家里最受宠的妹妹 从小我哥就疼爱我 有好吃的给我留一份 一有什么好事 我也总会最先想到我哥 有人欺负我 我哥总是冲在最前面保护我 我哥犯错了 我总会想方设法 替他想办法 我们兄妹俩一直关系很好 现在却因为林悠悠这个绿茶生了嫌隙 林悠悠勾唇一笑 小妹 到时候多多关照啊 我冷笑一声 端起面前的酒朝她泼了过去 Bitch 不用明年 我现在就关照关照你 林悠悠眼泪瞬间就下来了 红着眼眶朝着我身后 委屈巴巴道 哥哥 我一看林悠悠这副白脸样子 就知道大事不妙 我哥肯定在我身后不远处 他的眼里极快闪过一丝得意 被我捕捉到 喝 玩心机是把狗的 我赶紧冲过去 在他脸上胡乱抹了几下 捂住他的嘴不让他说话 粉底叶糊了我一手 恶心死了 悠悠解红酒的美容效果 怎么样啊 看样子不错呀 小脸那叫一个白 我哥走过来有些疑惑 你们在干嘛 嗨 这不是悠悠姐不知道在哪里听来的偏方 说是红酒 能美容 天要我在她脸上试一试 该说 不说 效果真不错 哥你回去多买几瓶酒 往悠悠解 脸上试一试 我哥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好我回去也试试 林悠悠一个白眼差点翻过去 我刚松开手 他就直直朝地下道去 老六 还想害我 他睡在地上 白色的裙子沾满酒水 妆也花了 整个人狼狈不堪 小玉 你怎么能 推字没说出口就被我制止 我哥刚要走过来 被我一个屁股对到一边 哥 你看悠悠姐 还和我玩段子呢 就那个年轻人睡眠质量好 倒地就睡 刷到过 我哥张罗着服务员布菜 之前是看段子 现在是照镜子 没想到悠悠姐演技这么好 我哥跟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 真没想到悠悠你 还有当搞笑女的天赋 对啊 林悠悠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我蹲在林悠悠面前 堵住她的嘴 低声在她耳边道 你知道你现在有多恐怖吗 假节毛虎在脸上 粉底都斑驳得没眼看 脸上黑一块红一块 你应该不想让我哥 看到你现在的鬼样子吧 奉劝你去补个妆 林悠悠忙捂住脸被过身 我 我去趟卫生间 她慌张失措 差点把自己摔个大马趴 我哥要服被我拽了回来 哥 你就给悠悠姐留点私人空间吧 太粘人不好 我正吃甜品 我哥看着我一脸为难开口 小玉 你能不能借哥点钱 要是平常我肯定二话不说 把自己的小金库拿出来给我哥 但如今她把钱都花在绿茶身上 我是万万不会当这种大冤种 我哭唧唧 哥 我也没钱 之前爸妈惹生气 爸妈把我的卡全停了 我现在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我一天吃二十四顿都绰绰有余 我哥满眼心疼 随即从钱包里掏出一张卡递给我 我欲据寒影推托着不要 我哥硬塞给我 哥就算吃土 也不能让妹妹吃苦 我鼻尖都泛酸 我哥真的很爱我 这点毋庸置疑 我动了侧隐之心 哥还得买衣服鞋子不够 我哥又割肉 一般取出另一张卡 省 省点花 我一把夺过 就当是送我假货的赔偿了 你就吃土掌点教训 反正分闭都不能给林悠悠花 我是探问 那现在悠悠姐知道你的身份吗 我哥摇摇头 我不想让悠悠认为 我是个没有能力 只能依靠家里 一事无成的富二代 她会不喜欢的 我哥四十五度角 忧愁地仰望天花板 我的傻哥哥 他巴布的你是个超级无敌富二代 那样就能野鸡变凤凰 加入豪门了 我要自己创业成功 打爸妈的脸 给悠悠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哥信誓旦旦 胸有成竹 其实 我哥根本不是什么创业小白 我们家不是小富 是很富 在市里能排前三那种 本来我爸准备让我哥回家继承家业 但我哥倔得很 非要不靠家里自己创业 闯出一番天地 我爸给他两年时间 到时候失败了 就滚回去继承亿万家产 于是我哥就带着几百万启动资金自己开公司去了 当时我哥正处于事业低谷期 不被认可 这时候林悠悠承虚而入 我哥开豪车 吃穿用度不凡 带人热情 为人专一 一看就是个人傻钱多的主 林悠悠就彻底把我哥套牢了 他知道我哥有钱 但不知道这么有钱 那这样也就好办多了 我只要略微出手 他们的感情就会分崩离析 我绝不能让林悠悠霍霍我哥 悠悠你戴这镯子很贵吧 林悠悠神气十足地摆弄着自己的手 还好吧 也就小几十万 语气间掩不住地得意 你男朋友对你真好 还好吧 他过两天还要送我一套市中心的房子呢 我在试衣间换衣服 碰巧听到外面有人说话 声音熟悉 掀开帘子 发现是林悠悠和他的朋友 我静静听着没声张 你不是说你不喜欢这种类型的男人吗 要不是为了钱 谁喜欢那个呆木头啊 沾牙膏似的和他那个妹妹一样烦人 林悠悠一脸厌恶 喋喳不休地说着我哥坏话 我哥虽说是个不懂情调的钢铁直男 但也倾尽全力给他最好的 在他眼里就这么不堪 我气不过给在外面等我的小姐妹沈薇吐槽 我 我哥 沈薇三个人从小一起长大 从小他就是我们三个中最有主意的 沈薇前一段时间才从国外回来 不了解我哥现阶段的感情状况 我说完事情 使莫他若有所思 待会儿在里面待着 省得他给你哥告状 说你找他麻烦 沈薇发完消息 就直直朝林悠悠的方向走过去 沈薇路过林悠悠的时候狠狠一撞 沈薇足足比林悠悠高了半个头 她屁腻着林悠悠 这种小白花在玉姐面前直接被秒杀 买吗 不买就放下别碍事 林悠悠捏紧手里的裙子 她的好盛心不允许她说不 当 当然买 一旁的导购员热情地迎上来 小姐您眼光太好了 这是我们的镇店之宝 是由著名设计师艾文纯手工定制的 镶嵌了188颗钻石 特别适合您 售价166万 请您和我到这边刷卡 林悠悠听了身形亮呛 一脸不可知信 我 我先去试一试万一不合适呢 我的眼睛就是齿 信我一定合适 导购员极力劝说 她还是不为所动 如果买不起就去楼下 我没那么多时间陪你好 沈薇不嫌不淡倒 怎么可能 我就是试试和不合适 林悠悠极力掩饰自己的心虚 她一头扎进了十一间 就开始给我哥打电话要钱 大概是我哥没给 她气得跺脚 废物 与和那会儿软软糯糯的语气 大相径庭 这也算是我计划的一部分 她走出去抱怨腰身不合适 要换一件其他的 手刚碰到旁边的裙子 就被沈薇制止 把你的手拿开 我不喜欢别人碰我的东西 一分一毫都不行 沈薇的语气很冷 有种上位者的威严 刚刚热情的导购员一巴掌 把林悠悠的手拍开 一脸冷漠到 沈小姐已经把店里的衣服 全部买下了 请再去别家店看看 别耽误我们 做生意慢走不送 你 林悠悠站红着脸 我告诉是这里的衣服配不上我 迟早有一天 我要让你们给我道歉 沈薇不屑地吃笑一声 我等着 在林悠悠走到门口的时候 沈薇开口 不要觊觎不属于你的东西 看林悠悠吃瘪的样子 可爽死我了 我要是把他俩拆散了 我哥会不会记恨我呀 我脱塞沉思 沈薇笑笑揉了揉我的脑袋 想做什么就去做 我给你兜底 我的霸道女总裁 我好爱 这几天 我哥频频给我发消息 问我怎么红女朋友开心 看来是我的计划奏效了 他俩产生了矛盾 我给我哥说 千万不能给林悠悠花钱 这样会让他感觉 你对他不上心 用金钱收买一切很俗 要用言语打动女生 但别给女生不切实际的承诺 什么房子车子女生根本不在乎 尤其是对于林悠悠这样 不图回报的好女孩来说 她只会觉得 你在用钱侮辱她 要好好工作 让她看到你的 为了你们的未来努力 好妹妹 哥懂了 我哥一瞬间醍醐灌顶 懂了就来点表示 提前说好我是俗人 你可以用钱侮辱我 成功套我哥车库里一辆车 结果过了没几天 我哥垂头丧气 说没效果 他们的关系比之前还差 可不吗 我出主意那还能 让你们如胶似漆 李应外合的大戏 可不得有点效果 况且对于林悠悠 这样的拜金女来说 不需要别的 钱就可以勾得她忘记一切 包括感情 朋友们为沈薇举办了 一个小型宴会 庆贺她回国 我特意拉着我哥一起来 毕竟等会儿 还有好戏看呢 宴会来的客人不算很多 但热闹非凡 我接收到消息 一切准备就绪 我把我哥带到后花园 那边好像好有人在求婚 我们去看看吧 草坪中央围了一圈人 都在热情地祝福 答应她 答应她 亲一个 亲一个 哇哦 我和我哥站在外圈 但我哥一米八几的身高 求婚场景 尽收眼底 我天 她男朋友好有钱 那钻石有好几克拉巴 眼睛都要给我闪瞎了 听说 她男朋友是其家小儿子 妥妥的富三代 羡慕死我了 她命可真好 我什么时候 能有这么爱我的男朋友 林悠悠抱着花束 一脸娇羞 享受着旁别人对她的吹捧 望我的和男人拥吻在一起 我哥满身力气 拨开人群冲上去 给林悠悠对面的男人狠狠一拳 我哥之前练过一段时间拳击 手劲可大了 我在心里默默替被打人点了根香 林悠悠惊叫一声 曾亲你怎么在这里 她拉扯着我哥 别打了 别打了 她挡在男人面前 陈哥你没事吧 一点很疼吧 她心疼地抚摸着齐晨的伤口 气得我哥眼睛都红了 林悠悠转身给我我哥 一个响亮的巴掌 打我哥 我刚想上去和他刚 被沈薇拦住 打打掌记性 这就是一直纠缠你的前男友吧 男人站起来 擦了擦嘴角地 写不屑地看着我哥 纠缠 钱 难 有 我哥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一切 林悠悠眼神躲闪 心虚地不敢看我哥 随即像是想通了什么 他不在乎地推了我哥一把 曾亲别纠缠我了 放手吧 别这么自私 你不能阻止我找到更好的人 你什么都没有 不像陈哥有钱会疼人 我们不合适 你给不了我一个光明的未来 我哥心死了一般 我可以 你想要的我都可以给你 林悠悠冷笑一声 别说大话了 你连六十万都拿不出来 而陈哥可以轻轻松松 送我一千万的钻戒 他扬起手 无名纸上的钻戒 狠狠刺痛我哥的眼 我是个过不了苦日子的人 不会陪着穷鬼一辈子 他把脖子上的项链 扯下来 砸在我哥身上 齐晨把林悠悠搂在怀里 炫耀地亲亲她的头顶 眼神极尽宠溺 悠悠 你真是个明智的女孩 我忙走上前 把项链捡起装兜里 老天爷这可是几百万呢 我哥真的很用心 给你想要的生活 嫂子你不能这么对我哥 我用吃奶劲抓着林悠悠的手 今天一定要让我哥彻底死心 你和你哥都让我讨厌 尤其是你只配及我提携 而且我从来没爱过你哥 我哥身形亮呛 手臂上青筋抱起 林悠悠甩开我的手 我故意倒在地上 我的指甲在她手上画下血痕 她痛得大叫 贱人 特么的 要不是为了演戏 我高低把她这张嘴扯烂 我哥把我扶起来 盲问我痛不痛 闭嘴 再让我听到这么骂我妹 我绝对让你付出代价 嫂子 你怎么能这么说 我泪眼婆娑地望着她 小玉别这么叫她 她不配 我哥给我擦了眼泪 满眼得很力决绝 林悠悠 你别后悔 我哭了 我装的 我哥拉着我走了 她说 要自己一个人静静 让我别喝酒 跟在沈威身边 宴会结束 一个穿着黑色西服的人 捂住脸鬼鬼祟祟走来 岑小姐事情办妥了 正是那会儿 向林悠悠求婚的齐晨 一个多月前 我找人去接近林悠悠 我都准备下血本了 好几个月时间 和林悠悠周旋 没想到一个包 就打开了突破口 如果她能坚持几个月 或许我会高看她一眼 齐晨庄成富二代 和林悠悠偶遇 无意给她买了个包 这阔绰的手笔 闪瞎眼的豪车 名声在外的身份 似有若无的勾引 无一步吸引着林悠悠那颗 贪婪而又蠢蠢欲动的心 她上赶着送联系方式 打听齐晨的身份 费尽心机和齐晨制造偶遇 没过一个月 她就彻底沦陷了 满满的奢侈品购物袋 都在编造着她山基 变凤凰的美梦 她开始对我哥不厌烦 那点金钱 已经不能维系 她和我哥的关系 她不甘心 陪着一个前途未卜的创业者 更想要坐享齐晨 直接嫁入豪门 后半生衣食无忧 受人追捧 可她的算盘 打得太精了 聪明反背聪明物 芝麻和西瓜一个都得不到 我利落地掏出张卡给齐晨 去医院看看上 顺便把群演的工资给结了 他们演得不错 那些在一旁说羡慕 祝福的人都是我花钱买的 为的就是让林悠悠的虚荣心膨胀 坚定自己的选择 那个钻戒怕是要不回来了 齐晨有些为难 没事 几块钱的破烂 也就林悠悠眼睛糊石 把针钻石扔了 假的捧起来盖个宝 我想到我哥会难过 但没想到他会一蹶不振 他窝在房子里夜夜买醉 连公司的事他都不在搭理 我和沈薇找到我哥的时候 他正大口大口地往嘴里灌酒 我哥是个洁癖 从来都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 如今满地的酒瓶 整个人邋遢的不像样子 也不收拾 跟阴沟里的老鼠似的 我打开灯 刺目的灯光 让他眼睛有些受不了 我上去就是挤脚 起来 喂那么个绿茶 你至于吗 我恨铁不成钢 他呆呆地不说话 沈薇夺过他的酒瓶 把酒泼他脸上 我哥巴巴地望着他 悠悠 沈薇一个巴掌抽过去 他 睁大眼睛看看我是谁 薇薇 他又一个巴掌 对了 我哥捂着脸可怜巴巴 对了怎么还打 他还是一个巴掌 我哥都要哭了 看着都疼 打 好好打 把脑子里的水都打出去 要知道 我在学跳舞的时候 我哥和沈薇都在学拳击 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忘了 没忘 我要靠自己努力 带领公司五年内成为行业第一 说着她的眼神都变得明亮了 我哥捂左脸 沈薇打右脸 啪 说得好 我给沈薇揉手 手都红了 我哥捂着脸 怯生生 看着沈薇 跟被折磨得小可怜似的 啪 那还不快去收拾收拾 自己去公司处理正事 我这就去 别打别打 我哥麻溜爬起来钻进浴室 正常的让我不敢相信 沈薇常舒口气 把空酒瓶扔到垃圾桶里 一系列操作看得我目瞪口呆 奈何本人没文化 只能一句牛波衣 沈薇把头发扎起来 又撒又美 暴力可能不能解决问题 但对你哥一定管用 高 我直呼女神 我哥刚把澡洗出完 人就晕了 医生一看说是操劳过度 养两天就好了 第二天醒了 他看着自己 肿成猪头一样的脸 陷入沉思 我这是怎么了 沈薇递给他一杯水 寻死呗 因为公司收益不好感觉 没脸见大家 把脸框框往墙上撞 真的 我哥一脸狐疑 那真诚的样子 我都不忍心戳穿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要不是我和小玉拦着你 你就以死明智了 我哥欣慰地叹了口气 还是你和薇薇对我好 单纯地让我心疼 我哥老泪纵横 寒泪请我俩吃了大餐 自此我哥便奋发图强 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 仿佛忘了之前被甩的事 再也没提起过林悠悠这个名字 为了给我哥一个疗伤期 我特意让齐晨多陪林悠悠一段时间 就问去哪里找我这么知心的妹妹 一切都尘埃落定 我去三亚完了一段时间 没想到回来就是一个重磅消息 我哥要和沈薇订婚了 我追到我哥公司 问我哥怎么回事 我哥说 沈薇被家里逼婚 要给沈薇介绍一个 不学无术的富二代 沈薇日日以泪洗面 差点寻死 她为了朋友情意 决定帮沈薇一把 和沈薇协议结婚 以泪洗面 寻死觅活 这是沈薇能干出的事 我不信 我哥一脸愁思 让我去开导开导沈薇 让她重拾一点声的希望 命苦的沈薇呀 我晕 哥 我严重怀疑你被骗了 果不其然 去到沈薇公司 她跟没事人似的 照常开会处理公务 听说沈叔催婚 让你嫁个草包富二代 沈薇抬头勾勾唇脚 她敢 我就说 沈薇在家里说一不二 一大家子 把沈薇都奉成沈了 还敢逼婚 这不是使客浪 打探照灯急着找死吗 听你哥说的吧 我点点头 沈薇端起咖啡喝了一口 我框你哥的 那是 你喜欢我哥 我恍然大悟 被惊到了 很难猜吗 这太难猜了 沈薇和我哥从小到大 都不是很对头 见面就能掐起来 直到大家都上了 不同的大学关系 才有所缓和 只是沈薇对我哥 越来越冷了 我一直以为沈薇会喜欢那种高冷的霸总 没想到 我哥 嗨 不说了 沈薇这追爱方式着实有点生猛 直接让我哥乖乖进卷套了 我问 沈薇喜欢我哥什么 沈薇思考了一会儿 虽说 你哥傻 但你哥各方面都很不错 是我欣赏的类型 我考察了二十几年不会错 而且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 其次就是现在 你不觉得自己调教男人 让他爱上自己更好玩吗 嫂子 你可太溜了 嫂子 这波你在大气层 沈薇笑笑 递给我一个盒子 改口费 好家伙 是比我想要的那条项链 还要高一个档次的项链 真的不是因为礼物 单纯是喜欢这个嫂子 很快就到了我哥和我嫂子订婚的日子 不过是订婚 所以他们办得很低调 但还是不得不妨 我特意守在门口 就怕林悠悠进去搅局 没想到还真让我等到了 他带着一身假货趾高气扬的出现在门口 看到我摘下墨镜 我倒要看看曾亲取了个什么货色 陪他一起当苦逼打工狗 真是搞笑 我哥和我嫂子结婚 可谓是强强联合 只会越来越好 你说这光天化日之下 疯狗怎么不牵绳就放出来乱咬人 又想要这头还放不下那头 怎么这么贪心啊 非要看我哥过得没他好 不如意才能心安 林悠悠指着我 你敢骂我 我拍开他的狗爪子 这里不欢迎你 滚 保镖把他给我丢远点 会气死了 他闹着要进去 不知道想干什么 不过不管干什么 他都不会得逞 我哥和我嫂子的幸福 有我守护 我嫂子说了 林悠悠和狗不得入内 他骂骂咧咧 有什么了不起 我才不稀罕 陈哥说我们下个月就结婚 到时间婚礼用度 都按王室标准来 是你这种人见都没见过的那种 你就羡慕去吧 该说不说齐晨是懂画饼的 黄氏 这都信 真是聪明一时糊涂一事 该让他认清现实了 这场过家家结束了 齐晨完成任务 直接拉着行李箱去国外了 天高皇帝远 根本找不到 一栋金库消失了 林悠悠满世界的找 差点疯了 我哥和我嫂子订婚的消息 被刊登到了报纸上 外界一片叫好 金童玉女 天作之和 看得我别提多书心了 还好我哥身边的人 不是林悠悠 我真是做梦都会笑醒的程度 我哥的身份被曝出 林悠悠的天都塌了 他直呼不可能 随即另一个打击接踵而至 本事根本没有一个性奇的有钱人家 之前的承诺都是假的 他为了打肿脸充胖子 反倒是把自己的积蓄都挥霍光了 成了他自己口中的穷鬼 除夕那天 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 看了会儿电视 我们就去后花园放烟花 也不知我嫂子用了什么方法 竟然让我哥这个钢铁直男 开始心疼人了 我哥放炮生怕 炸着我嫂子拉着他退后 于是就形成一幅诡异的画面 我的耳朵被我嫂子捂着 我嫂子的耳朵被我哥捂着 三个人笑成一团 突然管家说 有一个叫林悠悠的女生来找我哥 我的慌张地看向我嫂子 盲撇清自己 说自己和林悠悠没有任何联系 我是相信我哥的 我哥这个倔吕 对待任何事都认死理 感情也是一样 结了婚 就会承担好做丈夫的责任 只能是林悠悠大年三十来找事 吃饱了撑的 我和我嫂子陪着我哥 去见了林悠悠 林悠悠站在铁栅栏外 穿着一件单薄的白色毛衣 脸和耳朵都被冻红 睫毛上的泪珠都冻成冰霜 好像风一吹就能倒 好一朵会伪装的白莲花 不穿羽绒服冻死你 还想妄图博得我哥的同情 我哥一只手插在裤兜里 一只手牵着我嫂子 面色如常 眼神里没有一丝波澜 你来干什么 我哥冷冷道 林悠悠抽了下鼻子 眼泪立马流了下来 哥哥 我是来给你道歉的 对不起 你能不能原谅我 不接受 你走吧 哥哥你听我说 我是被骗的 我不是故意离开你 我有难言之隐 他抓着我哥的衣角 不放手 你特么在这眼霸总小说呢 还难言之隐 为了我哥的事业 不得不离开他呢 还是自己得癌症 怕我哥伤心 找个没人的地方死 林悠悠脸白了白 我没有 别让我说第二遍 滚 我哥一脸不耐烦 我嫂子走上前 把我哥的衣角抽回去 我说过我不喜欢别人 碰我的东西 威威 你别生气 我哥忙拍自己的衣服 跟沾上什么脏东西似的 哥哥本来我不想告诉你的 但我不能这么自私 其实我怀了你的孩子 他说完 我们三个人都沉默了 我差点没站稳 我之前警告我齐晨 可以和林悠悠谈恋爱 但绝对不能搞出孩子 这是对生命的不负责 所以一定不是齐晨的 要么真是我哥的 要么就是他在说假话 我哥急了 林悠悠你胡说什么呢 我都没碰过你 你怎么可能有我的孩子 难不成你能自我受惊 哥哥是你那天晚上喝醉了 他红着脸委屈极了 好像真是我哥把他糟蹋了一样 那也不可能 我哥是有口难辨 我嫂子冷眼看着林悠悠 痴笑一声 一句话没说 以我认识沈薇二十多年的经验来看 她面上看着越平静 做出的事就越疯 她有条不紊地打开大门 走到林悠悠面前 一个巴掌抽过去 声音极其响亮 你 你敢打我 林悠悠捂着红肿的脸声音都发抖 我嫂子语气平静 但说话特别震慑人 你寄予有父之父 下见 哥哥 你心疼了 我嫂子的眼刀向我哥飞来 我都为我哥捏把冷汗 生怕我哥为绿茶说一句话 我嫂子直接按着他俩一起打 我拉架也被捶 那真是血色除夕了 我哥摇摇头 急忙回应 我是心疼你的手 这个回答满分 我哥是懂惜命的 哥哥你怎么能 又一个巴掌 那是小玉滴哥 抢别人老公 还抢别人哥 够不要脸的 林悠悠摇摇欲坠 差点开始爱的魔力转圈圈 我一个剑步冲上去扶住她 这绿茶罐会栽赃嫁祸别人 到时候讹上我们家 说我嫂子害她流产就麻烦了 不好意思 我会出手 我的大白牙闪瞎了她狗眼 林悠悠瞪大眼睛 要用眼刀弯死我 我的动作生生打乱了她的计划 她是站也站不直 睡也睡不到 跟猪一样 重得嘞 我哥要过来帮我 被我骂了回去 退退退 这狗皮膏药粘上了 可就不好扯掉了 管家和保姆出来帮忙 把林悠悠一左一右 嫁得服服帖帖 去医院吧 到底有没有孩子 又或者怀的是谁的孩子一清二楚 到时候会给你一个交代 林悠悠挣扎着不去医院 各种找借口 说除夕医院妇产科 没人上班什么的 别担心 我家开医院的 我有办法让你检查 我嫂子做事一点不拖泥带水 林悠悠心里有鬼 撒泼就是不去 被我嫂子硬生生压到车里 送到医院 她摇着头死活不进去 还是被好几个医生护士 抬到臂抄肌旁检查 发现她肚子里确实有孩子了 林悠悠得意地摸着肚子 宝宝 妈妈对不起你 让你受苦了 爸爸在那边看着你呢 别怕 妈妈不会让你成为 没有爸爸的孩子 无耻啊 真是花椒的邻居 我个人都要疯了 恨不得跪我嫂子面前 扯着我嫂子耳朵解释 林悠悠被带去抽血化验 我走到楼道 给齐晨打电话质问她 齐晨向我发誓 自己行事觉得没问题 问题一定出在林悠悠身上 林悠悠和齐晨的一切 都是你策划的 我哥站在我身后 声音冷得吓人 我身上冷汗都出来了 哥你说什么呢 我抱住我哥的胳膊 被我哥甩开 你只要回答是 还是不是 她面沉如水 躯黑的眼眸 像是要洞察我一切阴暗的心思 我知道我哥是个很讲原则的人 这下怕是真要和我闹翻 毕竟真的是我 做得不仁义在先 我闭着眼 下绝心道 对 没错 都是我干的 是我耍手段 拆散了你和林悠悠 我不想让这个绿 查进咱家的门 把咱家搅得鸡犬不宁 你要怎么罚我 我都认 但你得好好对嫂子 她是真的爱你 我哥半天没说话 一分一秒都是煎熬 你确实做错了 但我不怪你 我哥抱住我 揉揉我的头 谢谢你为这个家操心这么多 也谢谢你这么关心我 多亏了你我才能和你嫂子在一起 哥真是没白疼你 我挖地哭了 我哥急得给我擦眼泪 问我为什么哭 差点吓死我 我以为你要和我断绝关系 我爸妈差点就只有我一个女儿了 这亿万家产我可怎么花呀 傻子 但你的行为确实不妥 罚你一个月零花钱吧 无所调位 反正我亲亲嫂子会管我爱我的 没过一个小时 检查结果出来了 怀孕六周 一个多月 而在两个多月前 我哥和林悠悠就分手了 说是我哥的孩子 完全是无稽之谈 真是癞蛤蟆追青蛙 长得丑丸的话 我哥差点没冲上去把林悠悠掐死 林悠悠非说是医院的问题 是我嫂子买通医生伪造的结果 证据都摆出来还嘴硬 没人听他狡辩 我哥直接一个电话报了警 栽赃嫁祸 进去蹲几天吧 顺便给孩子找找爹 我哥和我嫂子牵手 从医院走出来 一束烟花缓缓升空 绽放出绚烂的花火 他们记挂着彼此 互相给对方指着天空的盛景 那一刻他们的眼中的一切仿佛 都静止了 眸光中只有彼此温暖的笑容 我站在马路对面 给他们拍了张照片 定格了此刻的美好 我向他们招招手 哥 嫂子爸妈 让咱们赶紧回家吃饺子呢 那件事之后 我偷偷问我嫂子 要是林悠悠真的怀了我哥的孩子 怎么办 她说 我相信你哥 而且林悠悠的说辞漏洞百出 我哥喝了酒站不起来 更别提怀孕 要是真有什么问题 我哥会被打得半死 然后被扔出家门 灰溜溜滚蛋 从此休想踏进家门一步 我又问了我哥这个问题 我哥说 要是他真做了这么混账的事 他就只能对不起我嫂子和我 嫂子离婚 不耽误他找更好的人 他出家当和尚去 从此看破红尘 他露出劫后余生的模样 庆幸自己没干出格的事 他说这是佛祖保佑 唯物主义者开始信神了 该说不说 我哥真的溜啊 我哥和我嫂子彼此相爱信任 林悠悠根本无计可施 他自知讨不到好处 便转移目标 淡出了我们的生活 在遇到他的时候 他就挺着肚子 被人在街上按着撕 他本可以打掉孩子 过安稳日子 可他不甘心 想把一切都作为 飞黄腾达的筹码 不惜用未出世的孩子 达到自己的目的 林悠悠之三当三 被原配夫人当众扇耳光 扒衣服 一旁的男人忙说自己被勾引 对着妻子跪地求饶 表嫂 我和表哥是真心相爱的 你就成全我们一家三口吧 林悠悠还要往男人身上贴 被一把推开 你他妈给老子闭嘴 男人凶神恶煞 原配朝着林悠悠的嘴 狠狠抽了两巴掌 红色的掌印清晰可见 像是罪证招式着林悠悠的无耻 顺时间林悠悠的嘴肿得跟香肠一样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林悠悠是重组家庭 继母把他当亲女儿对待 带他认识自己那边的亲戚 没想到他就描上了自己名义上的表哥 他这表哥依靠着岳父家的势力 也算混得不错 林悠悠在他表嫂每一次的出差中 承虚而入 玩的就是道德底线 怪不得他这么提防我 让我和我哥保持距离 自己下贱以为别人都和他一样无下险 原配夫人把这件事闹到了他工作的地方 在他家门上用红油漆大大写了了两个字小三 他的名声彻底毁了 但他早就不在乎这些了 他要的只是钱 私生子有财产继承权 所以他悉心照料着肚子 妄图奋意悲耕 却没成想报应不爽 他的孩子出生便生命垂危 没过几个小时就去天堂过好日子了 林悠悠的希望彻底破灭 唯一的依靠 他表哥也被妻子扫地出门 债台高筑 自顾不暇 他的人生彻底黯淡了 我婚后第一天 老公的哥嫂就露出真实嘴脸 你外甥马上高考了 需要补课 你老婆这么有钱 找他拿点呗 这房子挺大的 我们想搬过来暂时住一年 看到他们丑陋的面孔 我就觉得恶心 离婚 必须离婚 丸子提醒您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扫扫张兰花说 紫毅你现在成家了 以后就是大人了 凡事都要靠自己楼 哥哥赵建业也附和道 是啊弟弟 凡事你要学会独立 不能啥事都找我们帮衬 知道吗 我没有出生 张兰花就说得起劲 说他村儿里其他人的媳妇 不仅三年爆脸儿 还特别能干 不用坐月子都可以下地干活 很明显地在暗示我 让我跟村儿其他女人看齐 我的脸色显然变了 赵紫义连忙拉住我的手 老婆 我嫂子就是农村人的思想 她说 她的 你千万不要生气 我看在她是嫂子的面子上 没有开口 我心里当然十分不舒服 没想到我的哥嫂 竟然有两副面孔 我和赵紫义谈恋爱的时候 张兰花是把早饭煮好后 端到我的面前 没想到我和她才结婚第一天 竟露出这样的面孔 算了 反正他们也要回村的 直遥 既然你都跟我家子义结婚了 你就别出去工作了 而且 你那也不是什么正经工作 说出去怪丢人的 张兰花皱起眉头 一脸嫌弃地看向我 我眉头紧皱 我家境阴时 我喜欢带资进组拍网剧 怎么从张兰花的嘴里 就变成不正经的工作了 哎哟 你看你瘦的 以后怎么生孩子 张兰花真实的面孔 让我感到恶心 没想到她是这样的人 亏我以前还到处炫耀 我未来嫂嫂对我如何的好 我今天和你哥商量了一下 我们留下来照顾你 张兰花的口气更像是通知我 我看她一人喋喋不休 说个不停 忍不住轻笑 这别墅是我的 她竟然有脸要住下来 我是成年人了 不需要别人照顾 我实在忍无可忍 冷声拒绝 张兰花和赵建业见后 立马对视一眼 明显对我非常不满 就在这个时候 我手机响起 一看是剧组导演打来的 于是我没有再理他们 而是起身出去接电话 导演在电话里 大概给我讲了一下 开机时间后 就挂了 正当我要回客厅的时候 听到张兰花的声音 弟弟 我为了你能跟她结婚 我才一直强忍着 没拿她的工作说事 既然你们已经结婚了 她就是我赵家的儿媳了 不能再做那个工作了 你看哪个正经姑娘当演员 据说 里面弯弯绕绕很多的 什么被导演 潜规则之类的 真是伤风败俗 还有俊俊下学期 就高三了 我们还要送她去补习班 这个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你老婆这么有钱 到时候你找她拿一点 她必须报一对一的辅导班 这样才有效果 接下来就是让赵紫义 如何管教我 只是没想到赵紫义 还一一硬打 我心生怒气 强制性让自己冷静下来 走到院子中间吹着冷风 希望冷风把我吹醒 赵紫义一家人 就像变了似的 让我感到陌生和恐惧 真的是太可怕了 赵紫义是农村人 她从小就失去了爸妈 是哥嫂把她拉扯大 他们都是被朝黄土的农民 供她读书 赵紫义也争气 考上一个重点大学 我家是做生意的 况且我是独生女 可以毕业后在家当米虫 但是我挺喜欢拍戏的 所以常常带资进组拍网剧 我爸妈当然看不起 一无是处的赵紫义 而且总觉得农村人的事多 一直都反对 可是我觉得赵紫义是个阳光男孩 能吃苦 而且对我的照顾是无微不至 而且她父母早亡 这样结婚后就没有婆媳矛盾 我爸妈宠我 事事都依我 最后见我坚持 就没办法同意我们俩结婚 于是我没要彩礼 没办婚礼 还自己出钱买房子房车 跟赵紫义结婚了 就在这时 我终于明白了我妈说的那一句话 婆媳关系很难处 有时候 轴礼关系也一样 没想到结婚后 他们立马原形毕露了 也终于明白我妈对我说的话 我平复好自己的心情好 若无其事地进了客厅坐在沙发上 赵紫义坐到我旁边 说 知遥 我姐说的也有道理 你在外演戏鸡一顿饱一顿 饮食不规定 对身体不好 这样就不好怀孩子了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然后呢 她有几分心虚地笑了笑 郡郡马上高三了 这都要补课 不然以后考不上好大学 只要你借点钱给我吧 以后我还给你 还钱 现在的补课费 一对一三百一个小时 她拿什么钱还 你也知道 我是哥嫂养大的 现在我也成家立业了 能帮哥嫂 一把是一把 毕竟郡郡是我的亲外甥啊 呵呵 真是好算盘 我见她侄子 长得肥头大耳 每次都是考倒数 根本不是读书的料 补习 那只能叫浪费钱 还有成家立业 赵紫义是成家了 可毫无事业 这个时候 张兰花接话了 弟妹 其实我觉得城里的教育质量 比乡下好 我知道你是城里人 很多关系 要不你帮帮忙 把郡郡转学到城里来 我忍不住一笑 扫扫 城里的房租很贵 你们是打算睡公园吗 张兰花听后摆摆手 睡啥公园 我看见你这别墅里 这么多间房子 我们就暂住一年 明年就回乡下好步了 他这算盘打的 现在只是暂住 一年后 岂不是心安理得常住 时间久了 这别墅恐怕 就成他们家的了吧 我懒得理他 而是看向赵紫义 赵紫义 我想听你的想法 赵紫义心虚地看我一眼后 低下头 就他这个动作 我已经猜到答案了 直遥 我觉得嫂嫂说得没错 现在这个年代 跟我读书那个年代 不一样了 城里的教育质量 的确好一些 这样对于郡郡来说 选择面也要宽广点 赵紫义继续说道 我眼中闪过一丝轻蔑 这就是我选的好男人 一个满眼都充满算计的 未来老公 就在刚刚 我最后的疑问 也是想给他最后的机会 但是他还是让我失望了 张兰花见我不说话 还以为我答应了他的要求 甚至开始说 他们两口子住哪个房间 赵俊住哪个房间 他还说 要买一个梳妆柜回来 我狠狠地瞪向赵紫义 让他提醒张兰花 适可而止 可是更让我失望的是 他看了我一眼后 重新低下头 沉默不语 既然如此 那就不要怪我 不留情面 直接冷声说道 要不我搬出去住 这别墅腾给 你们一家三口 哎呦喂 这怎么好啊 张兰花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一点也没听出来 我的话中之意 但是赵紫义是听得懂 他脸色不好 赶紧低声说道 嫂子 你刚才说的那事 我还要和枝瑶商量商量 张兰花听后 脸上笑意瞬间垮掉 他不满地皱起眉头 阴阳怪气道 赵建业你瞧瞧 你弟弟有了媳妇 就忘了歌嫂 胳膊肘往外拐 还商量呢 我从小把他拉着大 好不容易把他养大成人成才了 现在需要他帮忙了 竟然还要看脸色 赵紫义听后 赶紧看向我 压低声音 带着几分哀求 摇摇 我态度非常明确 冷声回答 这是没得商量 张兰花兴许以为我会答应 面色缓和了一下 甚至嘴角微微上扬 我不紧不慢地补充道 这房子是我的 我是不会同意 你们一家三口搬进来的 张兰花听了这话 立马跳得老高 她横眉竖眼地插着腰骂道 赵紫义你 这是娶的什么媳妇 这么大的房子宁愿空着 都不愿意帮衬一下我们 是怎么个意思哟 赵建业也附和道 紫义啊 你哥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 我只想俊俊可以考上一个好的大学 我们只赞助一年 就是我们住进来还可以帮忙煮饭 搞得像我吐你家什么似的 张兰花冷哼道 我竟然无言以对 拜托 你们不吐我什么 还会住进我家吗 你嫁给了紫义 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你让我们住一年咋了 是不是嫌弃俺们了 俺们还没嫌弃你的工作呢 这要搁在以前 你不过是个戏子而已 赵紫义 你这个媳妇一点也不懂事 还没有错那些女人顾家呢 这么大个人了 这些人情事故 还需要我来教吗 张兰花一个人说个不停 我 说句不好听的 你一天穿得花里胡哨的 谁知道 我弟弟是不是接盘侠呢 张兰花说道 这话就过分了 我冷着脸看着他 第一 我家有钱 我拍戏只是当个娱乐打发时间 第二 你弟弟是不是接盘侠 他心里最清楚不过 怎么你对你弟弟这么没有自信吗 还有 这是我的房子 并不代表我和你弟结了婚 就成你们赵家的房子了 也不知道你们脑子里都装了什么 说出去笑死人 最后我会和赵紫义离婚 所以我们以后也不是一家人了 张兰花愣住了 赵紫义也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看向我 你说什么 我们离婚 你听不懂 回过神来的张兰花有些急了 离婚 你今天才结婚就离婚 你当婚姻是儿戏吗 还有你离婚后就是离异 以后谁敢要你呀 我轻声一笑 我和赵紫义才结婚 你们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 要是过两年 岂不是要把我榨干吗 张兰花听后 气得指着我鼻子大骂道 你竟然骂人 你爸妈怎么教你的 你在电视上扭来扭去 私底下指不定是什么样 什么扭来扭去 老娘学过古典舞 不过是在跳舞而已 我慢悠悠地说着 下虫不可与兵 井蛙不可与海 张兰花当然听不懂 可是赵紫义明白 赵紫义隐忍着生气 问到我 贺之遥 你什么意思 他第一次对我露出了 不耐烦的神色 不过已经无所谓了 我直截了当地说道 请你们离开我家 你怎么感人呢 赵建叶气得咬牙切齿 怒声说道 赵紫义见我表情严肃 知道我当真了 脸上竟然多了几分歉意 他拉起我的手 低声说道 老婆 别生气 我们都已经结婚了 我轻声冷笑 得了吧 结婚又怎样 照样离 赵紫义眼底变身 跟我离婚后 对你有什么好处 女人离婚后 就没有市场价值了 到时候 别哭着求我回头 我以前真是眼瞎 怎么就喜欢上了 这种人渣呢 谢谢 可是老娘有钱 我说道 是的 我有钱 难道还愁找不到 男朋友吗 现在给你三分钟的时间 立马消失在我的眼中 我面色阴沉 语气坚决 张兰花气地直接指着我的鼻子大骂道 你这个不知好歹的贱人 离婚你就是二手货了 紫义 你看看你找的什么媳妇 要是爸妈知道了 非得弃活不可 真是家门不幸 丢人 赵剑叶和赵兰花一唱一鹤 就显得欺负他们的人 是我一样 赵紫义见后 也怒气冲天地看向我 鹤之谣 你别太过分 赶紧给我歌嫂道歉 这事就当作没发生过 我一脸疑惑地望向她 她是以什么底气 说出这样的话来 以前我到底看上了她哪点 赵紫义别逼老娘骂人 我冷眼瞪着她 警告着 哎呦喂 你要吃人吗 张兰花生怕事情闹不大 在那里煽风点火 紫义 她现在可是你的老婆 老婆打一次就听话了 打她 听听这是人说的话吗 更何况她同为女人 赵紫义咬牙切齿地 紧握起双拳瞪着我 我从她的眼中看到了冲动 想要打我 却又被克制住的冲动 不过我不害怕 我拿出手机点击录音 紫义 她现在可是你的老婆 老婆打一次就听话了 打她 然后慢悠悠地解释道 我有全程的录音 如果你们敢动我一下 咱们就警局见吧 张兰花不懂法 但是我懂 赵紫义也懂 最后他们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我和赵紫义是大学校友 她是我的学长 第一次见她 是在我大学报到那天 我拖着行李 走在学校里 路过一个狼亭 她穿着白衬衫 安安静静地坐在狼亭里看书 阳光洒在她身上 高大挺拔 眼神也冷漠 后来 我了解到 她家境不好 除了学习 就是奔走在各种兼职中 于是我带着目的性地接近她 跟她抱同一个兼职 在学校里制造各种偶遇 我对她是一见钟情 而且女追男阁曾杀 很快我们就在一起了 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也一起畅想未来 我们的大学时光很美好 后来大三的时候 我接触到了网剧 去拍戏的时候 她也会来探班 只是没想到 她一直都戴着虚伪的面具 直到跟我结婚后 就圆形毕露 我爸妈当时 极力反对是对的 这种家庭 一辈子都不会清静 赵紫义 我冷漠地看着 他们出了房门 她立马停下脚步 转过身看向我 希望我能改口 你这套西装 是我花钱定做的 脱下来 赵紫义愣住了 显然没想到 我会说这一茶 气得立马脱下西装 咬牙切齿地扔在地上 恶狠狠地看着我 赫紫义 算你狠 这一面的赵紫义 对于我而言 就是完完全全的陌生人 明天早上九点 民政局见 我提醒到 只见他们三个人 怒气冲冲地离开了 看着地上的西装 我花了三万块 为他量身定制 花在他身上 真是浪费钱 我把西装踢到一边 关上门 我算是看出来了 赵紫义就是一个 自私自利的小人 我赶紧在网上预定了 三十几个摄像头 然后装在别墅里的 每一个角落 我打电话给爸妈 把这件事告诉给他们了 他们让我不要难过 会无条件支持我的决定 果然只有自己的父母 是自己最大的后盾 幸好及时让我看清楚了 渣男的面容 女人离婚 不丢人 第二天 我如约而至去了民政局 等了半个多小时 都没有等到赵紫义 这渣男不会变卦了吧 于是我决定给他打电话 没想到关机 行啊 明显是不想跟我离婚 真是拿得起放不下的渣男 肯定想着怎么算计我 我十点就要进组拍戏了 也懒得等了 直接给他发了手机短信 就离开了 因为有好几场重头戏 所以我不能回家 只能住在剧组安排的酒店 第二天 晚上我意外地 接到赵紫义的电话 我多了个心眼 按了录音 结果是他的威胁 他问我 冷静下来没有 威胁我要是敢离婚 就让我身败名裂 真是天大的笑话 我要是身败名裂 大不了回家当蜜虫 我爸妈又不是养不起我 我果断找了律师 帮我起草婚礼 又连续拍了好几天 我每天都沉浸于背台词 对戏中 这天忽然物业来电话了 我接通电话 物业管家说 贺小姐 我们已经连续好几天 收到其他业主的投诉了 你已经严重影响到了 其他业主休息了 我听得一脸雾水 我在外面上班 家里没人啊 贺小姐 可是你家有人活动 物业管家说道 家里面有人 我的大脑立马浮现 一个人的名字 不是吧 我道谢后挂了电话 连忙打开监控视频 简直一个震惊 视频里十几个人 坐在餐厅里的圆桌 吃着饭 满满一桌的菜 骨头 土在桌上 地上到处都是 客厅里有很多小孩子 在跑 在沙发上跳 弄得一片狼藉 我在切换到我的卧室 竟然有三个女人 围在我的梳妆台前 然后用着我的化妆品 和喷着香水 甚至还进入了我的衣帽间 是穿我的裙子 我越看越火大 最后看到了张兰花的身影 我赶紧给赵紫义打电话 过了很久才接通 知遥 她的语气里带着几分心虚 我皱起眉头 别这么叫我 给你十分钟的时间离开我家 我冷声提醒道 知遥 那些人都是亲戚 我姐都说 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所以就邀请他们到家里玩一玩 赵紫义说道 她还想道德绑架我 对不起 我不吃这一套 我不想听这些 十分钟后 我会让管家上门查看 说完 我直接挂断电话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我看着监控 见赵紫义把张兰花 拉到一个角落 嫂嫂 刚才知遥打电话来了 让我们赶紧离开 张兰花听后 立马阴着脸 赵紫义 你媳妇都管不了 他们都是亲戚 是要赶他们走吗 你告诉贺之遥 我们不过是借一下他的房子 真是好小气 他都不回来住 还有 要是他要跟你离婚的话 让他给分手费 他这么有钱 起码要给两百万 才能答应 你是男人 能耽误 他不一样了 离了婚就是二手的 看哪个男人还会要他 听到没有 你不能被他随便拿捏了 我听到这些话 心生含义 他们的面孔真够丑陋 以前伪装得可真好 还好我买得最好的带路音功能的隐形监控 于是我把餐厅的监控打开 只见张兰花坐回了餐桌上 表姐 这房子可真大 其中一个男人说道 这是紫衣老婆的房子 什么别墅 我觉得还不如咱村那个自建房 城里人都穷讲究呢 你要是觉得不错的话 那就住上一天再回去吧 张兰花热情地邀请着 这不好吧 男人问道 张兰花挥挥手 有啥不好的 这房子是紫衣老婆的 也就是咱紫衣的 这女人就得嫁夫从夫嘛 你们随便玩哈 屏幕前的我一阵无语 见过不要脸的人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他们的一言一行 都被监控全程录下来了 视频也已经自动保存到我的云盘了 我退出后 点开拨号键盘 打了110 你好 我要报警 有人私闯民宅 我明天是晚上的戏 所以我立刻离开酒店 开车赶回去 还没到家 就看见门口停了几辆警车 一群人都在里面 远远的就听到了张兰花的声音 警察同志 这是我弟妹的家 我住弟妹的家咋叫私闯民宅咯 你们不要胡说八道 信不信我投诉你们 我慢悠悠走过去 冷漠地看着张兰花 贺之遥 你竟然报警 张兰花见到我后 气得瞪大眼睛 然后朝我扑来 我连忙后退几步 他扑个空 摔倒在地 警察同志 你们也看到了 是他打人未遂 自己摔倒的 我碰都没有碰他 跟我无关 免得待会儿讹上我 我冷声说道 赵建业上前连忙 把面容扭曲的张兰花 扶起来 警察通过张兰花的字数 知道了我们是亲戚 以为是家庭矛盾 对我说道 小姑娘 她是你嫂子吧 有什么问题好好说 不要动不动报警 毕竟你们是一家人 谁跟她是一家人了 我纠正道 此话一出 他们的亲戚开始怯怯思语 赵紫义脸色非常不好 低声提醒道 贺之遥 亲戚们都在呢 别太过分了 我轻声冷笑 我过分 赵紫义 别给脸不要脸 我不留情面地说道 赵紫义脸色一黑 张兰花也是一愣 警察同志 我们正在闹离婚 这房子是我的 他竟然带着一群 与我不相关的人来 糟蹋我的房子 我说道 你这小姑娘咋讲话 啥叫糟蹋 你是不是看不起 我们农村人 你祖上网上 数三代 也是农民好不了 就是 看起来多漂亮的 一个小姑娘 咋思想这么恶毒呢 赵紫义的亲戚们 开始一人一句声讨着我 我不想跟这些 不讲理的人争执 看了看不成样的客厅 警察同志 我这房子乱糟糟的 而且里面的东西又贵重 我得马上叫人过来清点 请你们帮我做个见证 免得说我在讹人 我看向警察 诚恳地请求道 赵紫义听到这话 立马慌了 赫之遥 你想干嘛 当然是清点损失 让你们赔钱啊 我回答道 你别太过分了 赵紫义怒吼道 我直接白了他一眼 我这些东西买得很贵的 难道你们不给我一个说法 说完我打了一个电话 很快就有一群穿着职业装的人们 他们开始清点财物 沙发四万二 地毯八千 石目餐桌五万六 被刻画的石目茶几三万三 小萝卜口红六百五 香奶奶限量板口红四百 裙子六千八 最后点出来 别墅里面被损坏的东西 一共是二十六万八 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 所有人都愣住了 贺之遥 你是在抢钱吗 警察同志 有人讹我们 张兰花气地指着我的手都在抖 我慢悠悠地说道 这些东西我都有发票 看在曾经我们是亲戚的份上 我给你打个八折 再抹个零头 二十一万 哎呦喂 抢钱了 警察同志你得管管了 张兰花连忙跑向别墅外 对着围观的人说着 你们来平平礼 他和我弟弟结婚 我们是不是一家人了 我不过是请亲戚来玩 不欢迎也就罢了 还报警说我们私闯民宅 还让我们赔钱 张兰花拍腿大哭 我弟弟怎么娶了一个这样的媳妇哦 真是造孽忧 这姑娘怎么这样 既然结婚了 还嫌弃人家亲人 就是就是 真是的 大家窃窃私语着 我很淡定地看向赵紫义 问你站出来说 赵紫义低下头 没有说话 我冷哼一声 是啊 别人结婚是收礼 我结婚是倒贴 这别墅是我婚前财产 我有两辆车 没找你们要过一分彩礼 结果你们呢 想我的房子和财产 我这么一说 赵紫义抬起头 深深地看着我 知遥 你也知道 是我哥哥和嫂子 把我拉着大 现在我结婚了 想接他们来 一起住怎么了 我们结婚 我嫂子把亲戚 接过来玩一下 怎么了 到了你嘴里 怎么就扭曲事实了 赵紫义 没想到你这么不要脸 我无语地摇头 态度坚定地看向她 我已经请了律师 这个婚 我离定了 张兰花见我请了律师 眼睛睁大 情绪也跟着激动起来 贺之遥 没想到你这么绝情 你说你离婚后 谁要你呀 我有钱 我可以不结婚 一个人生活的质量更好 我无所谓地说着 倒是你们 结婚前倒是百依百顺 结婚后就露出真面目 像个吸血鬼 周围吃瓜的人听了一阵 大概也猜到了事情真相 这男的长得干干净净 怎么是这样的人 这叫软饭硬吃 果然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 你们啥意思 你们是不是和贺之遥一起的 张兰花像只疯狗一样 见谁咬谁 吃瓜群众可不会依他 两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吵 警察见场面失控 立马上前制止 不要吵了 不要吵了 在几个警察的大吼下 终于安静了下来 这位女士 麻烦你跟你的家人们 跟我回趟警局 一个警察对着张兰花说道 张兰花一脸不甘心 撇了撇嘴 你们凭什么抓我 信不信我投诉你们 女士请你配合我们工作 警察声音严厉 说道 扫扫 赵紫义在旁拉着 扯了扯他的衣服 最后我也跟着去了警局 录了笔录 因为我是受害者 所以我的笔录录完后 就离开了 回到酒店已经凌晨两点 不行 我要抓紧时间睡觉 毕竟明天 还有一晚上的戏要拍 四日 我被手机铃声吵醒 一看是经纪人打来的 我眼睛半闭半 征接了电话 怎么了 平姐 我的祖宗啊 你这是干了什么 你现在上头条了 经纪人平姐 语气慌乱地说道 我一脸疑惑 我就是网剧的小女主 不会火到上头条吧 发生什么事了 我问答 网上有个叫自称 你嫂嫂的人曝光你 说你贤贫爱父 跟她弟弟结了婚 却不待见他们一家人 平姐无奈地说道 我把链接发给你 没想到张兰花这么执着 我挂断电话 打开平姐发来的链接 视频里面的张兰花 眼睛都枯肿了 她说 我是农村人 从小把老公的弟弟养大 她读书很厉害 是名牌大学生 大学里面谈了一个女朋友 她女朋友家境很好 还是个网剧小演员 最开始 我不同意他们在一起的 因为家里条件差距 实在是太大了 我怕弟弟嫁过去会受气 但是她女朋友 在我面前再三保证 不会嫌弃我弟弟 没想到 没想到 他们结婚的第一天 她女朋友 就要让弟弟 跟我们断绝亲戚关系 然后不允许我们来往 她家很有钱 我不小心损坏了她的沙发 她竟然让我赔钱 老天爷 我哪里有那么多钱 她说完紧接着 就是冲我来的恶意剪辑视频 把我恶毒的形象展示得淋漓尽致 她编倒黑白的视频 雇了水军 买了热搜 在有心人指引下 我的微博沦陷了 网友们扒出 我的家庭信息 还有我曾经演过的小网剧 再把我的照片做成 难看又讽刺的表情包在网上 肆意宣传 是的 我被网爆了 这个时候 我的男主角顾生 给我打来电话 我没有接的心思 于是就挂了电话 不到五分钟 我酒店的门响了 打开一看是顾生 他端着一杯开会 我愣了愣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 他的声音很温柔 不请我进去坐坐吗 我这才缓过神 然后笑着说道 请 我看了热搜 身边的人都了解你 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 所以你不要胡思乱想 顾生安慰着我 我有气无力地笑了笑 谢谢你 他把水杯递给我 这是蜂蜜水 喝一点吧 我道谢结果 只要现在网上的那些消息 对你非常不利 你想好 怎么反击了吗 顾生问道 我思考了许久 想到一个办法 笑了笑 先让他们得意几天吧 我对网上的暴力置之不离 身边的人都发短信来安慰我 我也继续拍戏 而赵紫义和张兰花 他们开始挽起了直播 他们给自己设了可怜农村人的人设 加上前期的卖惨 已经积攒了很多粉丝 在直播间对我各种造谣 接受着网友给他们的礼物 没过几天 甚至还搞起了直播带货 据说第一场净赚两百万 张兰花吃到了直播带货的红利 就变得更加猖狂 然后签了好几家公司卖商品 就短短半个月的时候 他们赚得拨满盆满 似乎已经飘飘然了 就是这个时候 在他们直播的最起劲的时候 我在微博上大致写了事情经过 还晒出了上法庭请求离婚的发票 甚至还有机组监控和报警记录 然后我买了上头条的词条 再加上我圈内很多好友同时为我发言 一瞬间舆论得到了反转 紧接着 当天看热闹的邻居们也纷纷爆料 讲述了经过 很多人都跑去他们的直播间大骂 然后退货退钱 公司知道后也非常生气 本是爆红的人气被他们输掉 再加上被欺骗的网友们目不可遏 接下来他们面临的将是巨额的赔款 戏拍完了 顾生主动地送我回家 我实在是无法拒绝他的热情 于是答应了 刚要开车进小区 就见一个女人冲了出来 顾生一个急杀 这人是找死吗 她一抬头 我愣住了 原来是张兰花 戴着口罩 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 我不想多说 先报警 之后我们两人纷纷下车 贺之遥 你这个贱人 张兰花看到我后 气得瞪大眼睛 歇斯底里地怒吼 还好小区旁边就有个派出所 警察来得很快 你想干什么 警察问道 最近的新闻谁没有看 现在赵家属于过街老鼠了 赵紫义在旁则默默地看着 眼神黯然 张兰花已经疯了 直接无视警察 气势汹汹地朝我扑来 右手高高扬起 准备朝我打来 却不料打在了想来制止的警察脸上 警察的脸瞬间呈现出五根手指 可想而知力气多大 赵紫义还算比较有理智 上前就把张兰花拦住 放开我 我要打死这个贱人 张兰花正拖着 最后朝我用脚 又踢到另一个警察 你们这些警察 是不是收了贺之谣的好处 所以才帮着他 我要投诉你们 投诉你们 张兰花嘶吼着 警察们直接上前 一人控住一人 上了手铐 张兰花还是不死心 趴在地上大吼道 警察打人了 警察人了 张兰花 我警告你 你刚才是袭警 现在是污蔑 控制住他的警察 低声警告 最后两人被带走了 一个月后 我拿着离婚的判决书 走出法院 心情非常好 没想到看到了顾生 我有些惊喜 上前问道 你怎么来了 我就记得 你是今天上法庭 看来我没有记错 判决出来了吗 顾生笑问道 我点点头 当然 我现在已经恢复单身了 顾生听到后 笑容更加深了 那美女的单身小姐 我想邀请你共进晚餐 可以吗 其实我和顾生 已经认识几年了 一起合作过很多戏 通过这次的事情 我倒是看到了她的心 她是一个温柔的男人 像阳光似的 发自内心的温暖 哦 以什么理由呢 我打趣地反问道 你的追求者 一年后 我们结婚了 我们在永远不能离婚的国家 注册结婚 她给了我一个盛大的婚礼 还有八十八万彩礼 不仅如此 还把名下的所有的房子 都写上我的名字 现在的我很幸福 很开心 婆家非常尊重我 而且并不介意 我离过一次婚 所以 离婚不能衡量 一个女生的一辈子 每个女生都是独一无二 应该敢爱敢放手 及时止损 远离渣男 上班的时候 妈妈给我打电话说 哥哥相亲了一个女孩 聊得还不错 最近准备结婚了 据说 女孩子肤白貌美 还是个公务员 爸妈开心地合不上嘴 我听到这个消息 也是高兴得不得了 当即和男友一起去品牌店 给未来嫂子挑了个 EW家的项链 然后买了最快的高铁 回去庆祝 男友也跟着我一起 回家参加婚礼 顺便见见家长 帮帮忙什么的 听说 我要带着男友回来 妈妈早早地等在火车站 一见我就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然后含笑看着男友 父母 这一辈子能图什么 不就是图儿女都有个好归宿吗 来接我的除了妈妈 还有一个陌生的女孩子 身材高挑 皮肤雪白 站在人群中显得格外出众 我妈拉过她 站在我面前 笑着说 这是你哥哥未来的媳妇 你快叫嫂嫂 我张口就要喊 谁知道她嘴巴一撇 讽刺到 还没结婚呢 叫什么嫂嫂 多没规矩 本来开开心心的场面 被她这么一说 一下尴尬起来 我妈的脸色有些难看 为了不让我妈难受 我主动拿出包里的项链递给她 姐姐 是我妈考虑不周 这是我给你买的新婚贺礼 你看看喜欢吗 她的眼睛扫过首饰盒 看到品牌logo后 稍稍有些缓和 行了回去吧 我今天来 就是特意给你们做司机的 我就试个劳碌命 说着把项链揣进兜里 满脸不开心地去开车了 路上妈妈小声告诉我 你哥去找司仪了 这才让她来接你们 你别不开心 你嫂子就是这个脾气 直肠子没啥心眼 听着妈妈的话 我心里的郁洁之气 才稍稍缓和 毕竟从小我在家就挺受宠的 如今刚一回来 就被人拿话噎 心里多多少少有些不开心 回去的路上 未来嫂子一直板着脸 车里的气氛很压抑 我努力找话题 想要活跃气氛 嫂子 听说你是公务员 在那个部门呢 她斜瞥我一眼 没说话 我看她这浑身上下散发的傲慢气度 心里一千一万个反感 但是我要估计我妈的想法 索性没搭理她 窝在车里不叫 车到家之后 哥哥远远地过来街 刚停好车 哥哥就像个仆丛一样 搀扶着未来嫂嫂下车 小祖宗不是说回来的时候 让我妹妹开车吗 你怎么自己开了 哥哥讨好地笑着 未来嫂子嘴巴抿得很紧 看起来非常不开心 说这些干什么 既然有这个心 为啥不让他们打车回来 还特意去接 这话对得我哥脸一白 他倒好 挥挥手自己进屋去了 此时我心里已经是满满的不开心 悄不声地走到哥哥身前 怎么回事 这女人什么态度 我哥摸着头笑笑 怀孕的女人 脾气大点正常 你多担待一下 这个消息对我来说 宛如平地一声雷 我们家都好久没添过新人 没想到未来嫂子 竟然怀孕了 当下高兴得不行 拉着男友就要给小侄子包个大红包 男友在外面和哥哥说话 我手里封了个五千的红包 笑嘻嘻地进到嫂子屋里 姐 我听我哥说了你怀孕了 我给小侄子包个大红包 你给他买点小衣服 听到我说拿红包进来 嫂子抬了抬眼睛 随手接过来拆开 看到她拆红包的举动 我心里多多少少有些隔应 无论是哪里的规矩 都没有当着别人面拆红包的道理吧 嫂子掏出钱点了点 满脸不屑 就这么点 还好意思说 给我儿子用 真是丢人 从回来到现在 我都估计这哥哥和爸妈的心情 一直没有发脾气 可是现在他实在太过分了 从我回来就开始讨好你 送你项链 给你红包 你还是不满意 到底想怎么样 看我发脾气了 嫂子才露出果然如此的表情 露出真面目了 在这装什么大尾巴郎 想讨好我 先拿十万块出来再说 我凭什么给你十万块 你算老几 给我要这些钱 听着他的话 我实在没忍住 心里的郁杰之气 这什么玩意啊 找事 我算老几 我和你哥结婚后 我就算老大 我和你说 这十万块你拿也得拿 不拿也得拿 他抱着膀子 性慕缘争 一副不达目的 不罢休的样子 我俩的争执 终于还是引来了爸妈和哥哥 看到我们俩吵架 哥哥低头哈腰的 赔不适 小祖宗啊 你还怀着孕呢 生什么气 咱妹妹有啥不对的 你和我说不完了 自己吵什么劲 男友此时 也拦着我的肩膀 眼神里带着怒火 他对未来嫂子 也是心怀不满 如今 看我气的眼睛都红了 怒气质更是要爆表 眼前的场景说实话 但凡有点野眼色的人 都知道要休战 可他偏步 非要把战线扩大 我要你妹妹给我们 随十万块的份子钱 有什么不对 我婚都没结 凭什么给你随份子钱 你算个什么玩意 我这暴脾气 还真是没办法惯着他 家里三套房子 你分走一套 你凭什么不给我十万块钱 嫁出去的女儿 就是泼出去的说 你还分房子 真是可笑 他站起来耿着脖子回怼 那样子可一点也不想知书打理的公务员 反倒像个泼妇 我听着他的话 心里噎得不行 我家是有三套全款房子 爸爸早前告诉我 其中一套120的会留给我做陪嫁 剩下两套给哥哥 这是一早就说好的 和他有什么关系 我难道不是爸妈的女儿 父母给我嫁妆有什么不可以 轮得着他在这说三道四 这房子是我的陪嫁 和你有什么关系 爸妈想给我就给我 你在这得瑟什么 我丝毫不肯让他 现在他已经被宠得分不清是非 如果我还顺着他说 估摸着这个家天花板都能让他翻了 明泽 你看你妹妹 现在就这样对我 结婚后还不知道怎么欺负我 这就是小姑子应该做的事情 怪不得人家说 小姑子最不是人 只会和婆婆一起 联手欺负新媳妇 他嗲声嗲气地对哥哥说 这种弱智的话 小姑子就该死是不是 我说什么了 三套房子给你们两套还不满足 咋的 当闺女就得死尸吧 你自己也是闺女 有本事以后你别回娘家了 我丝毫不肯退步 心里的火气压在胸口 已经好一会了 看我这么说 他竟然就地坐在床上哭了起来 丝毫没有刚才的泼辣劲 你们这是一家子 合起伙来欺负我 这婚还结什么 干脆退婚算了 说完就哭着跑出去 我哥也没出去追 看起来也有些不耐烦 我指着他的背影问 这样的玩意 你是怎么要娶回家的 以后还不得搅活地家宅不宁 我哥低着头 狠狠叹了口气 不是怀孕了吗 你说怎么着 总不能让他打胎吧 父母也是哀声叹气地不说话 果然怀孕就是有圣旨 谁也不敢怎么他 本来以为这件事他跑回家 我哥去哄哄也就过去了 没想到他竟然开始作妖 说要退婚打胎 不结了 这个时候婚礼的请柬都发出去 酒席啥的也都定好 现在说不结婚 无意识自打脸面 还要损失一大笔钱 这些还都是小事 打胎是我父母接受不了的 他肚子里可是我们家的下一代 绝不能任由他胡闹 哥哥每天去岳父家 扶小坐低 无论人家说什么 都低着头不说话 到最后看婚期快到了 他才慢慢说出自己的条件 第一房子不能给我 要过户给他 算是给他的保障 第二彩礼从二十万涨到三十万 他要给自己的父母养老 第三他没有嫁妆 要让我哥给他二十万 他去买嫁妆 这些条件单挑出来 那一条不让人生气 房子是我爸妈辛苦一辈子买的 凭什么过户给他 如果是哥哥自己挣钱买的 我一句话都不会多说 彩礼临时加价不说 这些钱一分都不带回来 全留给自己父母 这也就算了 连自己的嫁妆都让我们家出钱 真以为自己是什么金宝贝啊 对方要求就这么多 满足就结婚 不满足第二天就去打胎 没有商量的余地 晚上回家 一家人蹲在一起 唉声叹气 我整个人都很烦躁 这些要求不能满足他 他就是故意借着肚子 要挟我们呢 你给了他这些 他还是不会满足的 我说 可是他肚子里 毕竟是你哥哥的孩子 就当是花钱免灾吧 我爸坐在餐桌前 一脸愁容地下了 最终决定 我张了张嘴没说话 总觉得这件事 没这么简单 对方听说 我们答应了条件 整个人情绪很激动 二话没说 就拉着我爸妈要去过户 要把原来答应 给我陪嫁的那套房子 过户给他 他说得非常俏皮 既然这套房子 是给你女儿的陪嫁 那我结婚了 不也是你女儿吗 难道你说 把我当成亲女儿看待 是假的 一句话 把人噎得不知道 说什么好 我爸安抚地看了看我 妈妈私下告诉我 我结婚的时候 会多给我现金 这套房子就算了 虽然心里非常不开心 但是想想 这是哥哥大喜的日子 还是不要挑逝了 处于这种想法 我也就没有阻止 父母去和他一起过户 三个要求满足之后 未来嫂子倒也很配合 是婚纱挑礼服 忙得不亦乐乎 看到他高兴 我哥哥脸上也有笑容 直到婚礼前一天 我哥气急败坏地 拿着房产证去找他 雷雪 你告诉我 为什么房产证 是你弟弟的名字 我记得谁说过 快结婚的前一天 小夫妻是不能见面的 如果见面了 就可能婚事黄调 如今想来 一切似乎都有预兆 房子你已经给我了 那不是我想给谁就给谁吗 我弟弟结婚要用房 你这个做姐夫的 给他一套怎么了 雷雪还在试装 满脸不在乎地说 我跟在哥哥背后 看着哥哥的胸口不断起伏 脸色由白变青 看起来气得不轻 当初过户的时候 你可没说给你弟弟 现在搞这一套 我哥愤怒地说 咋 给你妹妹就行 给我弟弟就不行 说是一家人 其实根本就把我 当成外人对吧 那既然这样 干脆别结婚了 但是我告诉你 你提出的退婚 彩礼啥的我可是不退的 他满脸不在乎 似乎根本没把 这桩婚事当一回事 我歌气的脸发青 一拳打在 雷雪背后的镜子上 你愤怒地在耍我 我哥的举动 似乎吓到了他 你干什么 你想打我是不是 你打呀 干脆打死我好了 雷雪此时 已经开始撒泼 丝毫不顾形象 婚前一天 出现这样变故 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包括 我爸妈和我在内 给新娘的房子 被他过户给娘家弟弟 这样的事情听起来 就匪夷所思 我歌气地把身上的 西服一脱 直接和我爸说 这婚我不结了 一直迁就 一直迁就 到最后呢 就落个这结果 雷雪看到我哥的态度 小步跑上来 你说的不结婚 那婚房和彩礼 我可是不退的 是你的原因导致的退婚 和我没关系 看到他这副态度 我真是气得不行 扑上去想打他 却被男友拉了手 他低头对我而语 你现在上去 他更有借口不还钱 听到男友的话 我努力遏制住心里 漫天的怒火 虽然很想上去撕烂他的嘴 但考虑到 我家给他的彩礼和婚房 还是硬生生忍住了 我爸蹲在地上 吸了整整一盒香烟 最后深深叹口气 一咬牙对我哥说 算了 房子不要了 安安生生结婚 把孩子生下来就行 到这里 或许不少人 觉得我爸脑子有病 其实并不是 我爸脑子有病 而是我们那友习俗 如果孩子健康 不生下来打掉 是要损害因德 甚至影响气韵的 在我爸这代人的心里 干什么都不能损因德 否则下地府 是要被老祖宗修理 更何况 嫂子肚子里 是我哥的孩子 因为一套房子 让他打掉 确实不舍得 家里这个时候 没一个人 敢和我嫂子别苗头 这个时候 我男友站出来说话了 你别以为 没人能治得住你 我劝你最好 安安分分结婚 那些彩礼和房子 都是婚前赠予 如果婚姻不成立 这些东西南方 是有条件要回来的 男友的话 让雷雪的脸 瞬间垮下来 似乎没想到 我们家 还有这样懂法的人 他脸色非常难看 眼珠子转了 转不知道在想什么 但最终还是叹了口气 我也没说什么呀 全程不都是 你们家人 在说退婚的事情吗 说完坐在镜子面前 继续描眉画眼 我们一家人 看着他化妆 都气得不清 尤其是我妈 气得开始捂胸口 感觉下一秒 就要喘不过气 我赶紧扶着他出去 不能再看到这个傻缺 婚还没结 媳妇还没娶回家 我们家就损失了一套房子 外加五十万彩礼 你说 这弄得什么事 当天晚上回家 大家一点 要结婚的喜悦都没有 我妈更是躺在床上 唉声叹气好半天 男友搂着我 把我带出家门 他悄悄拿出手机给我看 给你看个东西 别生气 我拿过他的手机一看 他们的我气的胸口都疼了 这是雷雪给他发的微信 不知道他怎么会有男友的微信 加上之后给男友发信息 问要不要婚前约炮 只要一想起结婚前一晚 我和他妹妹的男友上过床 我就觉得刺激 怎么样 要不要出来来一发 男友没回复他 他也觉得有些匪夷所思 雷雪看男友没回复 还大言不惭地说 我看你刚才一直盯着 是不是也对我垂涎欲低 我告诉你 我床上功夫很好 你不吃亏 那一行行字 被我看得浑身都在咆哮 这是个什么玩意 怀着孕 第二天要结婚 竟然现在约我男朋友出去开房 还说什么 和我男友来一发觉得刺激 我攥着手机 气得指尖发白 男友揽着我的肩膀开口 这女的可不简单 我感觉他在约炮这件事上是老手了 要真结婚 估计够你哥喝一壶的 看着手机上不堪入目的话 我咬得牙齿哥哥作响 那你说怎么办 他肚子里怀着我哥的孩子 就是拿着王台 连房子我爸妈都能拱手让出 更何况这种没发生的事情 你就一定确定 他肚子里的孩子 是你哥哥的 男友的话让我一下冷静不少 对啊 他肚子里的孩子 就一定是我哥的 这女的约炮都约到未来 妹夫身上 谁知道他还有没有别的事情 但现在怎么办 明天我哥就要和他结婚 今天说什么能阻止这场婚礼 男友看我急得焦头烂额 悄悄扶在我耳边怯怯思语 男友主动约雷雪出来开房 定的是当地最大的酒店 雷雪看他上钩 那叫一个高兴 半个小时就穿着大衣 出现在酒店门口 看到男友在门口等着 脸上得意的身影 溢于眼表 他上前很熟练地 挽着男友的胳膊说 走走走 上去 我有个惊喜给你 男友看着他 笑得贼贱就咱们俩不够刺激 你有没有其他人 我喜欢双飞 他在雷雪耳边吹口气 笑嘻嘻地说 雷雪狐疑地看了他一眼 你是不是有什么猫腻等着我呀 我只是觉得双飞更能伺候好你 你要是觉得有猫腻 那我走 说着男友转身离开 雷雪竟然没拉他 我站在一边看得心里很焦急 总不能真泡汤了吧 就在男友转身快要走到路口的时候 雷雪叫住他 没想到你还好这一口 看来也是个行家 行你等一会 说着雷雪打电话 不知道叫了谁 那双眼睛郁郁寒羞 看起来极为风骚 雷雪扭着屁股一下一下地走到男友身边 悄悄在他眼前拉开风衣 男友瞳孔立刻放大 赶紧给他拉上衣服 看到他们俩的举动 即使知道这是个局 但我心里也非常反感 只要嫌弃男友看了雷雪的躯体 我就觉得自己头顶绿地发光 他们俩就站在酒店门口 雷雪想对男友动手动脚 都被男友巧妙地化解了 不到半个小时 出现一个男人 头发油腻腻 身材干瘦 走到雷雪面前的时候 朝着他的胸口 很近揉捏 怎么 你说 你想双飞 小骂货 等不及新婚之夜和我干了呀 我们不是说好 新婚之夜你穿着婚纱干吗 雷雪似乎害羞了一下 扭扭捏捏把头放在男友肩膀上 这不是有更刺激的吗 这是我小姑子的男朋友 一会咱三 你玩得还挺花 走走走 赶紧进去 房间开好了吧 男人似乎已经等不及 搓搓手 就要进去 我看着雷雪把头 放在男友肩膀上 恨不得一把扭掉他的头 恨得牙痒痒 房间我是进不去 我再等电话 不出二十分钟 男友给我发了个OK的手势 我赶紧打电话 让哥哥来某某酒店 说有好戏看 哥哥来得到也快 看我蹲在酒店门口 满脸疑惑 你在这干什么 我瞪着他的脸说 桌奸 然后拉着他就往酒店里冲 前台一开始不愿意让我们进去 我让他给客房打个电话 是男友接的 在男友的呃呃啊下 我们以极快的速度冲进去 男友掐好时间给我打开门 果然好戏 已经开场 那个男人和雷雪正不亦乐乎 雷雪身上穿着一件高筒情趣内衣 满脸发春地弓着腰 准备迎接男人的进入 他此时已经有三个月的身孕 小腹微微隆起 配上他的姿势 看起来极为甚人 雷雪丝毫没有发现哥哥和我的到来 还沉浸在自己的欢愉中 无法自拔 甚至应应自语 怎么样 干孕妇的感觉如何 是不是很爽 雷雪没看到我们 但是这个男人却发现了我们 他吓得从雷雪身上滚下来 一脸惊恐 此时 哥哥满脸怒火 头发根根立起 手臂上青筋暴露 熬一嗓子扑上去 就给了这个男人一拳 男友恰好此时上去拉住他 以免他怒火冲天 打出什么事情 雷雪这个时候 才发现事情不对 尖叫出声 用被子包裹住自己的身体 满脸不敢置信 哥哥被男友拉住 满脸痛心地指着嫂子的脸说 你就是这样对我的 我对你掏心掏肺 你背后搞我 雷雪从床上爬过去 抱住哥哥的腰说 我是爱你的 你相信我 我是爱你的 我看着雷雪满是眼泪的小脸 本来应该感觉的心疼 可配上他身上招摇的情趣内衣 忽然觉得讽刺 怎么看这也不是个值得怜惜的女人 倒像是个想让人摧残的女人 哥哥满脸怒火 我感觉他下一秒就要打死他 我死死拉住他的胳膊 希望他不要冲动 雷雪此时还想要挽回什么 跪坐在床上继续哀嚎 这不是我的错 我本来想结婚前再来一炮 就这么一炮 以后都不约了 可是你非要撞见 非要撞见 你让我怎么办 要说错都是你妹妹的错 要不是他多事 明天我们就结婚了 到现在他还在虎脚蛮缠 我真是气得胸口痛 再也压不住心里的火气 扑上去和他在床上扭打在一起 本身他穿的就是很容易撕破的情趣内衣 和我拉扯的时候 内衣瞬间破到不行 白花花的胸脯子颤颤巍巍地抖动着 我只是扇了他脸两巴掌 就被男友拉到一边说 你和他打什么架 他还怀着运呢 想到这里我才忽然意识到 雷雪现在是有运之身 我即使恨得牙痒痒 现在还真不能怎么着他 哥 你别听他胡咧咧 刚才他还说想新婚之夜和别人约炮 他嘴里每一句实话 你不要相信他 我哥此时已经被怒火冲到头顶 但还保留一丝丝理智 从手上拔下那个雷雪给他买的纯银素圈 往他身上一扔 这个婚老子不结了 孩子 你想要就要 不想要就不要 房子还有彩礼立刻给老子还回来 别让老子起诉你 说完哥哥父亲离开 连一个眼神都没留给雷雪 我拉着男友往外走 也不想搭理这个差一点成为我嫂子的人 从目前发生的事情看来 雷雪三观的下线已经颠覆我的认知 和他多说一句 我都感觉恶心 我们三个人回到家的时候 还在思考如何跟父母说哥哥不结婚的事情 哥哥一进家门 我爸就站在门口 那个表情似乎有些惧怕 但是又有些可怕 你们三去干什么了 这社会摸爬滚打多年的他 似乎意识到我们三个人出去有什么事情 他心里隐隐有些猜测 但是又不敢问 害怕真是他心里那样想的 爸 明天这个婚节不成 雷雪水性洋花就是个烂货 刚才和要找小妹的男友双飞 被我发现了 我哥的话就像一柄重锤 打得爸爸往后一退 满脸不敢置信 孩子呢 那孩子怎么办 那是你的孩子 不能让他没了 到这个时候 还想着那个没有出生的孩子 我实在容忍不了父亲这种老旧的思想 你要为了一个没见过面低孙子 牺牲哥哥一辈子的幸福 你在想什么呢 我爸冲我白白手 孩子是你的吗 如果你能确定孩子是你的 这个婚就必须结 大不了生了孩子之后 你们再离婚 我爸拉着哥哥的胳膊 满脸蜥蜴 这么长时间 我们一家人对雷雪多番容忍 就是因为他肚子里怀着我哥哥的孩子 可如今听到雷雪私生活混乱 我爸第一个想的就是孩子是不是哥哥的 我正想上前和父亲争执 却被男友拉住手 他从兜里掏出一个手机 不是他的 壳子是粉红色的 男友拉着我的手说 这是雷雪的手机 我知道他的密码 我给你们看看 说着他打开一个软件 不是微信这种常用软件 是我不认识的一个交友软件 他点开软件 找到聊天记录 里面是雷雪和一个男人的聊天记录 你明天就要订婚了 今天还找我约 是不是太过分了 对方话是这么说 但是后面跟了一个见兮兮的表情 一看就不是真心的 这样才刺激呀 今天你别带套 看看能不能中招 到时候看看孩子是你的还是他的 你不觉得这样很刺激吗 这一段话让哥哥眼眸泛红 不满红血丝 满脸痛苦 雷雪这个人已经丧心病狂到这种地步 甚至连孩子的亲生父亲也要赌一赌 我看到哥哥的表情 就知道他也开始怀疑雷雪肚子里 到底是不是他的孩子 除了这些聊天记录 我们还看到雷雪各种疗骚 还有约炮的记录 他似乎很喜欢在这个软件约 一个星期会出去三四次 频率高得不行 看到这些不堪入目的聊天记录 我爸的脸彻底黑了 这么一整 婚礼是办不成了 但是宾客已经到 父母看事情已经发生到这种地步 干脆海报一换 改成了我和男友的婚礼 真是没想到 本来是祝贺哥嫂结婚 没想到最后却变成了自己的婚礼 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第二天结婚典礼快开始的时候 我听到雷雪给我哥哥打电话 你怎么还不来接亲 我妆都化好了 我哥满脸不耐烦 你觉得昨天那是发生后 我还会和你结婚吗 电话那边传来雷雪的咆哮 我这边什么都准备好 亲朋好友都来了 你和我说不结婚了 你好样的 你真是好样的 哥哥对着电话吼道 你怎么好意思说这种话 你肚子里的是我的孩子吗 到底是我的还是拼头的 你自己能分清吗 等今天这事情过了 我就去你家要彩礼和房子 我劝你最好乖乖给我 要不由你好受的 砰的一声挂了电话 我穿着临时找的婚纱 看着哥哥心里难受得不行 他到底是遭了什么罪 为什么摊上这么个老婆 婚礼照常开始 虽然主角换了人 但是宾客都很有默契地没有问 现在这个接过眼换人 显然是发生了什么 不想别人知道的事情 大家都很有眼力 没问 我和男友刚刚宣布完誓词 就看到一个穿着婚纱的女人 费劲地从替台走上来 满脸气愤 她不顾别人的阻拦 静止躲过私宜的话筒 今天我在这 就要告诉你们 我雷雪本来是这场婚礼的女主角 但是因为新郎出而反而 导致这场婚礼换了主角 所以从头到尾 这场婚事的结束 和我没有关系 责任全在南方 雷雪不是自己来的 她还带着手机 她满脸委屈 装得楚楚可怜 对着摄像头说 我小姑子从一开始 就处处针对我 我都一直忍让 想着为了孩子忍一忍 可谁想到 她还算寄家里的财产 本来说好给我的房子 硬生生被她抢走 这还不算 她男朋友还勾引我 给我发开房的信息 对我进行骚扰 这些我都忍了 但是没想到我一心一意 爱着的男人 会在这个接骨眼 和我提出退婚 还要求我归还所有彩礼 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今天我就在 他们结婚的现场 让这对兄妹的 真实面目曝光 我用余光一撇 好家伙雷雪 竟然开了直播 可能是她花钱买了流量 现在直播间 竟然有几万人 还挺有热度 我瞬间明白 雷雪是什么意思 她是想利用舆论 打压我们 让我们主动提出 不再要那些彩礼和房子 如果南方主动提出退婚 在财产分割的时候 南方将处于被动地位 雷雪以弱势女子的形象 主动出击 想要在网络上获得舆论 彻底压住我们家 就连我也忍不住 为她竖起大拇指 场面一度胶着 坐在下面等着开席的亲朋好友 都开始窃窃私语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穿着临时租借的婚纱 和雷雪身上早就定制好的婚纱一笔 完全就是小屋见大屋 感觉非常廉价 现在直播间的人开始谩骂 都说我是恶毒小姑子 还有人开始说自己婆婆怎样 小姑子怎么样 我没忍住上千推了一把雷雪 明明是你自己先出轨 你在这桩什么桩 谁知道雷雪轻飘飘地 竟然倒下 她满脸哀怯地看着我 你就一点也不盼着我好事吗 我都怀孕了 你竟然还推我 难道我肚子里不是你哥哥的孩子 妈的 这玩意怎么不去眼穷摇距 说话一套一套地真恶心 我浑身都起鸡皮疙瘩 但却不知道该怎么说 在几万网友面前 好像说什么都显得欺负人 毕竟雷雪一开始已经给网友树立了我的恶毒形象 就在我满心烦躁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在场所有人忽然碍了一声 那声音里充满了惊叹 我顺着他们的目光往后一看 原本放着我和男友亲密合照的荧幕 现在竟然放弃了雷雪的隐私照 正是雷雪和那个油腻男在酒店干架的照片 当时男友借口去洗澡 偷偷在卫生间用手机拍下他们二人恶心的行为 甚至还有他们说的话 男人把头埋在雷雪胸前 一直不停地拱 雷雪抱着他的头 喘着粗气 怎么样这个情趣内一骚不骚 男人忙着干事 敷衍道 骚骚 谁有你骚 明天结婚 今天找我出来双飞 你怎么这么骚 我不骚 你们这些男人能喜欢 你就不想知道我肚子里的孩子 是你的还是他的 那男人抬起头 黑黑地笑了一声 是我的正好 让他给我养 让他当乌龟王八蛋 将来孩子长大了 我再要回来 多妙 不是我的也行 反正我干了他媳妇 不吃亏 雷雪用脚搂住他的腰 整个人呈红虾状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 够坏 情况发展得迅速 让人一时间没有回过神 等雷雪回过神 一切都结束了 直播间的人都看到了 萤幕上的照片和视频 雷雪 雷雪熬一嗓子 赶紧关了手机 捂着脸就往外面跑 我能让他走 我拉着他问 你和大家说说 你肚子里到底是谁的孩子 你说呀 雷雪看着眼前的人 知道自己走不了 竟然眼一白昏了过去 看到他忽然昏过去 我吓一跳 赶紧跳开 男友此时却走上来 用脚死死踩住他的手 表情却很慌张 快快快 打120这里有个孕妇晕倒了 我看到雷雪的身体 色缩了一下 眼睛紧紧闭着不愿意睁开 看起来疼得不轻 但是雷雪显然不愿意 睁开眼面对现在的情况 依然紧闭双眼 不愿意睁开 雷雪被抬走后 我和男友的婚礼 也无疾而终 说实话 我心里是有些遗憾的 男友倒是很坦然地搂着我说 本来这就是别人的婚礼 黄了就黄了 以后我给你办更好的 我把头埋在男友臂弯处说 你刚才真狠 那一脚他手背都轻了 他笑了笑说 就算是别人的婚礼 主角也是我们 他既然敢毁了我们的婚礼 就要接受后果 最后雷雪和哥哥也是分手了 哥哥丝毫不介意 雷雪到底愿不愿意打胎 直接起诉 让对方把房子和彩礼都还回来 法院判决房子还回来 财礼只还四十万 剩了十万块 算是赔偿女方家定的酒席 我们欣然接受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 最起码房子下来了 本来以为雷雪会把孩子打掉 却没想到他竟然自己生了下来 当时雷雪是这么和我哥说的 你想甩了我 门都没有 等我把孩子生下来 看你怎么摆脱我 我哥一句话没说 直接挂掉电话 你看这人是不是贱 那时候不让他打飞要打 现在让他打飞不打 我倒要看看他能生出个什么玩意 父母自从这件事发生后 再也没管这件事 索性收拾收拾出去旅游了 雷雪最后生了个女儿 孩子不是我哥的 连亲子鉴定都不用做 因为他生了个黑娃 在当地都传风了 据说雷雪父母每天都埋怨 他不知廉耻丢人 原本到手给儿子的房子 最后打了水漂 未婚生子就算了 还生个黑的 以后谁还敢娶她 反正当地的人 只要一打听雷雪的大名 都白白手表示 这样的老婆娶不起 雷雪承受不住压力 竟然把孩子丢在医院 自己跑了 医院把孩子送给警局 警察局直接以遗弃罪 起诉了雷雪 她跑得再远 也得回来负责任 男友装阔少 拼兮兮给我买了一条假金项链 被我拆穿后说有劝 所以十付一块钱 我提了分手 她到处跟别人说我败金 喊话让我还钱 还钱是吧 好啊 我把我买的东西全部要了回来 她看着被拆的只剩马桶的夹只问我 你动我东西干什么 笑死 她不会真以为她一个月一千五的生活费 能住豪宅 吃大餐吧 我直接掏出发票甩她一脸 小白脸装久了 真以为自己是阔少呢 丸子提醒您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男朋友林阳七夕结送了我一条项链 看着手中的黄金项链 越看越不像样 我试探性地给林阳发消息 林阳 你是不是被骗了 这项链是不是假的 担心觉得我不信她 我还给她发了识别黄金真假的图文科普 证明真的是项链假的太离谱 我才问的 啊 怎么可能多快呢 听到她报的价格 我心里更加笃定她被骗了 这么大的链子怎么可能买得到 你是在哪里买的 是我们上次逛街路过的那家周某某吗 我不太信 会有金店公然卖假货 而且这个价钱也买不到这么大的 忽悠忽悠小孩子还行 啊 宝宝 其实我是在网上买的 线下买的我怕你发现了 缺少仪式感 这个项链其实是原价六千多 然后因为我是会员 我就有卷 抵消了这六千多块钱 直接就是一块钱 听完 我眼前一黑 所以你是在哪个平台买的 我以为林阳市买了充值卡 如果是充值卡的话应该是她被骗了 过了许久 林阳才给我发了一个截图 拼兮兮 好家伙 感情会员是3.9元一个月的省钱月卡呀 谁家3.9买的会员给你六千的券 我宁愿相信是金店骗了她 宝宝 你生气了吗 我是看到有证书我才买的 而且店家说了 看不出来跟真的有什么区别 你别生气了 我给你转200块钱去吃好吃的吧 老婆老婆 我错了 不用了 留着给你自己洗洗脑子吧 我直接拉黑删除一条笼 我自认为对林阳不错 平时就算不是节假日 我也会主动给她转账和买东西 有时候她沐浴露没有了都是我给她买的 我们在一起半年多了 我是真没有想到林阳 居然拿拼兮兮一块钱的链子来搪塞我 哪怕她不送 我都没有那么生气 林阳被我拉黑 不死心地换小号又来加我 老婆 你生气了吗 你怎么把我拉黑了 我可是给你转钱了 是你不要的 我顿时察觉到不妙 果不其然 林阳的大号 小号都发了朋友圈 配文是惹老婆生气了 只能发红包轰轰了 哎 谁让我宠她呢 只不过聊天记录都打马了 只有她的红包没打马 生怕别人不知道 她还点开截图 让人看见金额数字 我被气笑了 真是老奶奶钻被窝给也整笑了 林阳 把你朋友圈给我删掉 还有 我正式通知你 我们分手了 再见 说完 我又把她大号 小号都拉黑了 就连其他地方的账号 我也没放过 全部拉黑掉了 一想到这件事 要是被我那个闺蜜知道 她不得笑话 死我 我没想到 林阳不仅没有听进去 还到处跟人 说我只是跟她闹脾气了 其因是我不满意 她买的六千多块的项链 回到学校 班里的人 还对我指指点点 仿佛我真的是个十恶不赦的 拜金女一样 这天 她在我们寝室楼下 蹲到了 我 晚晚 你不要闹了 快把我从黑名单拉出去 我可以当作什么都没发生 姐这次是真的开了眼了 以前怎么就没发现林阳的属性 我跟你有关系吗 这位大哥 我不认识你 滚开 再让我听到你私底下乱说我 小心我删你 宿舍楼下 来来往往都是学生 我们的争吵 引来了不少的注目 林阳被落了面子 表情有些难看 周婉婉 你别得寸进尺 你要礼物我也给你买了 买了你又不满意 你想干什么 要分手是吧 好 你把我这半年送你的礼物 都还给我 还有那条六千多的项链 也赶紧转账给我 以前怎么就没发现你这么拜金呢 早知道你是这副嘴脸 我当时怎么都不会看上你 周围的同学文言都窃窃私语了 起来 看我的目光带着谴责 更是有男生从宿舍楼里探出头来大喊 兄弟好样的 一分一毛都要让这种拜金女的吐出来 呸 这种女的真恶心 文言 林阳得意地看着我 我气得浑身发抖 林阳似乎以为是拿捏住了我的软肋 认为我还不起这个钱 所以最后还是会低头跟他认错 可惜他失算了 我冷笑了一声 林阳 你私下诋毁我 我还没有跟你追究 你直接当面侮辱我是吧 要退礼物是吧 可以 那我送你的礼物 你是不是也应该还我 你要折线 还是我去自己拿回去 林阳一听 眼里满是不在乎 他觉得一直都是他在付出 所以他一直都是认为他是亏的那一方 觉得我没花几个钱 肯定没有他花得多 之前我不好意思说 现在既然要撕破脸 那我就奉陪到底 还就还 就你那小几百 我直接转你五百够了吧 我冷笑一声 五百 他过生日的时候 我给他送的那套衣服都价值两万多 更别说 其他节日 我还准备了礼物箱 想到我一心一意装满的礼物箱 他就只看到了最底下的那双球鞋 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我送他的那些东西 都购买他几条命的了 更别说 林阳现在校外住的房子 还是我出钱租的 之前林阳委婉地跟我说 他爸妈因为担心他养成挥霍无度的性格 所以给他限额了 最后暗示我给他租个房子 他在学校里面被设有排挤 根本住不下去 我也痛快地给他出钱租了房子 因为当时的他信誓旦旦地跟我说 他打算一边创业 一边上学 所以我也就支持了他的想法 我不要钱 我就要回我的东西就好 你现在身上的衣服 裤子 鞋子 甚至底裤都是我给你买的 你直接脱下来吧 听到我的话 林阳像是不可置信一般 阴狠地盯着我 他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服 知道确实是我买的 还就还 你别后悔 说着就把衣服都脱了下来 最后还剩一条底裤的时候 林阳跑了 跑的时候还装一副 被拜金女狠狠敲诈了一笔的冤大头模样 惹到一众脑残 在表白墙上面力挺她 她更是公开喊话 让我赶紧还钱 我气得直接开车 回到了家 收拾了半天 总算把她送的那些破烂整理好了 一把折叠刀 她说是代替我给我安全感的 拼兮兮九点九包油 一套会发光的廉价口红礼盒 我担心烂嘴 至今都没有拆封过 除此之外 还有一本她看过的书 说让给我在书中感受她的痕迹 最后是那条拼兮兮一块钱买的黄金项链 我全部放在一个纸箱里面 就连所谓的鉴定书 我都放进去了 看着这一堆破烂 我像是如梦初醒一般 我这是谈了个什么玩意 我头上一个发卡都五千块了 人家觉得送我一块的项链都嫌贵 我真是自己做见了自己 你的破烂我都收拾好了 来拿吧 她看到我的短信 一脸得意地来到了我们宿舍楼下 仿佛下一秒 我就会跪在她面前求原谅一样 当看到箱子里面只有这么些零星破烂后 脸色都变了 怎么可能就这些 你要是不把所有的还给我 你小心我直接报警 告你 而且我给你转的钱 我都没有标自动赠予 也赶紧退给我 不知道的还以为她赚了十万八万呢 我打开手机 把她上次五百二十给我转的赚了回去 她脸色扭曲了一阵 像是没有想到自己居然只给我转了十三块 她黑着脸拿出手机 翻看着我们之间的交易明细 最后发现还真是只有十三块 脸色那叫一个难看 我内心笑死了 她估计还以为能拿回来十万八万 让我后悔不已呢 你的我还给你了 我的我可以去拿回来了吧 文言 林阳不屑地看了我一眼 拿就拿 真以为你花了什么钱一样 我冷笑着 没说话 转头就去找房东多给了一把钥匙 打开了出租屋的门 沐浴路 我买的 拿走 吹风机 我买的 拿走 还有这个 电饭包 也是我买的 这个小沙发也是 还有这把椅子 这些也是 最后 我实在拿不下 更是直接找来了搬家公司 我连墙壁上贴着的挂钩 我都扣了下来 呸 丢给狗 都不给他 搬家公司的人 看着我的架势 以为我要搬家 美女 你是准备搬去哪里呀 我对面前的大叔笑了笑 大叔 这些我都用不上了 你看着处理吧 你想带回家也行 其实我根本不在乎这一点钱 我爸是出了名的土财主 只是我比较低调 所以很少人知道而已 大叔没有想到 居然能够遇上这种好事 乐得嘴都合 不拢了 我搬完家 还跟房东说明了情况 让他下个月 如果收租的话 直接联系林阳 我和他已经分手了 房东还好心地问我 要不要把押金先退我 后面再从林阳那里收 我知道林阳压根没有那么多钱 但是我还是点头同意了 让他到时候 先不要说押金要重新交 等林阳交了房租之后 再说这是押金 房租的另外补上 回到学校 我看到林阳春风得意地 在我们宿舍楼下晃 这几天因为他立了人设的缘故 有些女生就上赶着加他 毕竟人傻钱多的富二代 确实很少 我从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 林阳正在和一个女生散步聊天 两人眉来眼去 看到我表情都有些不自然 周婉婉 东西都拿完了吧 拿完了 以后都不要来我家了 那里不欢迎你 说完 转头就揽着那个女生的腰肢 一脸阔气地说 清清 我在学校住不习惯 在外面租了个大平层 今晚去我那里 看我家猫后空翻吧 那个女生听见这话 眼睛都亮了 两人越过 我就朝着校外走去 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我突然就觉得 今晚是个值得期待的夜晚 果不其然 没过半个小时 我就接到了 林阳气急败坏的电话 我的东西都去哪里了 你动我的东西干什么 我还能听到那边似乎有人 在冷嘲热讽着什么 看来是泡妞反被妞嘲笑了呀 什么你的东西 我拿的都是我买的东西 你买的指甲钱不是留在那里 给你了吗 那些东西怎么可能都是你的 你有什么证据吗 没有的话 你信不信我报警 我嗤之以鼻 你自己一个月多少钱 你心里没数吗 就你那一千五百出了 伙食费之后 还有什么吗 那些都是你自己 心甘情愿买来送我的 就应该是我的东西 呵呵 让我还钱的时候 可不是这样说的 双标狗 懒得跟这种人继续废话 我直接就挂断了电话 顺便还把手机号 拉进了黑名单 林阳看着被挂断的电话 和旁边抱着胳膊 冷眼看着的陈青青 脸上满是尴尬 青青 你要相信我 我确实是被那个女人坑了 她很势力的 我送她六千多的项链 她都嫌弃少 这次她就是故意报复我 我明明付出了一片真心 最后到头来 还被坑的人才两空 我爸说 如果我创业再没有起色 他就要我回家继承家业 但是我想要证明 我自己 青青你能理解我的吧 哎 现在出了这种事情 我估计就要被我爸叫回去了 说着 林阳一脸的痛苦地抱着头 听到林阳说回去继承家业 青青眼里闪过一抹算计 随即看向地上蹲着的林阳 又看看这虽然被搬空了 但还是很大的大平层 决定再赌一把 哥哥 不是我想要冷眼斥责你 主要是人家第一次出来跟你约会 你就耍了人家 人家生气也是难免的吗 没事的 林阳哥哥 我理解你 我会支持你好好努力的 你肯定能够自己创业成功的 自从把林阳拉黑以后 我感觉整个世界都清静了 开始着手考虑考六级 以及准备期末考试的事情 以前和林阳在一起的时候 林阳总是约我出去吃饭 有时候吃完饭从校外回来 都已经八九点了 压根没有时间去复习 而林阳每次吃完饭之后 直接去租的房子那里 压根没有考虑过我一个人回来安全不安全 想到这里 我顿时感觉整个人都不太好了 周末没课的时候 我回了一趟家后 就一直泡在图书馆 学英语 其实说来说去 还是英语词汇量的问题 所以我每天都会要求自己 最少背下五十个单词和五句例句 本以为生活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去了 谁知道这天刚上课 我就察觉到同班同学看我的一样眼神 我心里一个咯噔 连忙打开手机 果然 表白墙上有个名字叫细轻轻啊的人 写了一千多字的小作文控诉我 板板 我想投稿 我男朋友叫林阳 她还有个前女友 也是我们学校的 叫周婉婉 前段时间 我男朋友还跟那个女生在一起的时候 送了六千多块的项链 结果还被人家嫌弃价钱便宜了 后面我男朋友实在忍不住分手了 结果 那个女生就把我男朋友的东西都偷走了 其中还包括了一台电脑 一个iPad 大家都是学生 这么做实在是太过分了 希望大家避雷一下 底下还有吃瓜群众说见到过我 我知道这个女的 上次他们还在宿舍楼底下吵架 那个女的还逼人家男生当场脱衣服 实在太过分了 就是那个拜金女啊 妹子 让你男朋友报警吧 这种事情直接上报给辅导员吧 绝对不能姑息 怪不得我说今天怎么感觉怪怪的 评论区里面的吃瓜群众基本一边倒 全是骂我的 我也不生气 一一截图下来 包括那条投稿 我都截图上传到云相册里面 既然要闹 那我就陪你们闹 还没下课 我就被辅导员叫到了办公室 被当众叫出去 班里的人看我的眼神充满了鄙夷 认为辅导员都来叫我了 那肯定是板上钉钉的了 辅导员是个三十多岁快四十岁的女的 戴着一副眼镜 平日里面很和蔼 此刻她坐在办公桌前 眼神温柔地看着我 周婉婉同学 你的事情老师也听说了 你对于表白墙上的事情 你怎么看 你是我们班的团支书 说实话这种被指名道姓的投稿 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们班集体的形象了 我自知理亏 诚恳地想要道歉 但老师接下来的话 生生让我止住了刚要开口的认错 我相信这种事情也不是无中生有的 毕竟苍蝇不钉无缝的蛋 这样吧 周婉婉同学 你把东西还给人家 另外公开道歉一下 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 对方说要报警 这种事情完全没必要 目光温柔 说出来的话 却不分清红皂白 一句 苍蝇不钉无缝的蛋 就能够治一个人的罪 谭老师 对于影响班集体形象这个事情 我深感抱歉 但是我并没有偷他们的东西 那都是我自己的东西 我拿回来怎么了 他们要报警就报警呗 我深正不怕影子斜 见我态度强硬 辅导员收起了脸上那附和蔼可亲的笑容 那你说怎么办 报警 让警察过来 影响我们学校的声誉 周婉婉同学你作为一个班干部 应该比老师更在乎班级和学校的声誉才对 我心里忍不住冷笑 稀释宁人 宁的是受害者 不好意思 老师 我暂时说服不了我自己 既然如此 你让你家长过来一趟吧 我是教不了你了 看你的样子 也不像家庭条件 很好的 你想想你父母每天风吹日晒 而你在学校就是这么对待老师和同学的 他们知道了会不会很伤心 像是笃定 我会因为这件事情低头 辅导员漫不经心地翻着学生资料 等着我开口 我怎么不知道 我那土豪爹这么辛苦 这么心酸 要是让我爹知道 他不得炸了这座学校 见我半天没反应 辅导员也失去了耐心 好了 周婉婉同学 既然你是这个态度的话 老师也帮不了你了 后面要是学校领导要找你问话 你就别说你是我们班的团支书了 听完 我点了点头 微笑说道 谢谢老师的指点 我会的 说完 我就走出了办公室 林阳自然没有那个魄力报警 但是不影响他作妖 抹黑我 我也不急 我把所有的发票 以及电脑和iPad购买记录 都打印了下来 回到宿舍 想要拿好东西 就回家跟便宜老爹告状去 就看到我的床铺上面都是垃圾 我顿时火冒三丈 谁干的 我冷眼看着宿舍的五个人 他们看书的看书 玩手机的玩手机 听到我说话 只是抬头看了一眼 几个人对视了一下就继续低头做事 没有一个人出声 没人承认是吧 这以为我是包子 我直接拿出手机 拨打110 不是怕闹大吗 那我就要闹大 喂 你好 警察叔叔 我被校园霸凌了 我现在想自杀 特别想死 但凡在大于五十人的群里 传播了谣言 我都可以报警 要求霸凌者进行拘留五天 更何况 他们是在表白墙上散播的谣言 几个摄友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拿不准 我是不是真的报警了 最后 我对面那个女生 还是出声对我说道 你把你拿的东西还给人家呗 分手就分手 为什么还要把人家的贵重物品 据为己有 你看到他买了 你怎么知道是他的 我再问一遍 谁倒的垃圾 被我呛了一声 那个女生也不说话了 我倒是有些好奇 林阳哪来那么大的本事 让这么多人 对我有这么大的恶意 见没有人站出来承认 我也没有再废话 转头就去了公安局 回到学校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了 校领导那边 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 很快我就被带到了办公室 辅导员也在 院长看着我 点头微笑 你就是周婉婉同学吧 我刚刚让其他同学 也叫了那个林阳同学过来 你们宿舍的其他几个女生 我也叫过来了 一会有什么事情 直接当众说开就可以了 现在知道说开了 下午按着我头 让我道歉的时候 可不是这个态度 我也不急 微笑回礼 谢谢院长 我会的 辅导员坐在旁边 一言难尽的看着我 很快 林阳 林阳的现任女朋友陈青青 以及我们宿舍其余五个人都到了 知道我真的报警了 五个室友看我的眼神像是看神经病一样 其中一个还对我翻了个白眼 小声的和旁边的人吐槽道 切 至于吗 痛不落在他们身上 他们当然轻飘飘 是这样的 周婉婉同学 你是本地人吧 我点了点头 那就好办了 我跟你们辅导员商量了一下 你们这种情况下 应该是不好继续再住下去的 不然你先暂时休学一年 等学校风波过去了 你再回来 到时候应该也没有什么流言蜚语了 我皱了皱眉头 为什么 那些东西就是我的 我也有证据可以为自己证明 我为什么要休学 院长和辅导员对视了一眼 呵呵 我当然知道周婉婉同学 你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但是这件事情 是我们商量之后得出的结果 院长 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这件事情 已经上报给学校那边了 真是讽刺 学校本来是教书育人的地方 现在反而助纣为虐 林阳看我的眼神满是得意 如果是这种处理结果 不好意思 我不接受 没想到我丝毫不买账 院长的脸上也有些挂不住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先让周婉婉你的家长过来一趟吧 欺负不了学生 那就从家长那里下手 真是好算计 多少学生不想让父母难做 很多时候都是忍气吞声 我倒是有些期待院长叫我父母过来了 要是知道我爸给学校捐过一幢图书馆 我想知道是我休学 还是他们七个休学 好的 你叫吧 见我软硬不吃 院长示意 辅导员给我父母打电话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辅导员严肃地对我爸说了我的情况 那个语气 我差点以为我在学校杀人了 我爸表示一会就到 我爸就我这么一个闺女 平时荡成眼珠子 一般看待 辅导员打完电话 也没有再跟我多费口舌 觉得一会我父母到了 基本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辅导员还煞有其事地说道 周婉婉同学 你可想清楚 你父母来了 可就不一定只是休学那么简单了 半个小时后 一道身影出现在了办公室门口 院长看到来人 有些惊喜 哎呀 周总 你怎么过来了 这么晚了 是有什么事情吗 说着就想要伸手握住来人的手 辅导员不认识来人 但是看到院长这个反应 也着急忙荒地想要让我们几个先出去 好给贵客让位置 我只是静静看着 也不打断 给了老头一个眼神之后 我就跟着辅导员他们一起出到了走廊 走廊里面 林阳一脸小人得志 旁边的陈青青 也是一脸的得意 林阳哥哥 这女的他爸该不会是骑摩托车 深夜赶过来的吧 这么久都没有到 要是一会看到他闺女被休学 估计老人家都要气死了 说着就靠着林阳的肩膀 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另外几个摄友倒是没有说话 只不过眼里也是明显的笑意 好笑吗 老爸开摩托车就很丢人吗 难不成老爸开摩托车 就要被人污蔑了都不能自证清白 敢问你爸开什么 鹿虎还是宝马 你是哪家豪门子女吗 听到我的话 陈青青的笑容一下子就僵在了脸上 他家如果是豪门 他就不会想要巴结林阳这个假富二代了 要你管 我家林阳哥哥家里做生意的 钱多得你这个穷鬼不敢想有几个灵 也就你有眼无珠的项链还在那里嫌弃 看到个电脑 平板就想据为己有 你怕是家里买不起才想着要偷的吧 我豪已整暇地看着林阳 林阳家里好几个灵 我怎么不知道 林阳压根不敢看我的眼睛 表情有些尴尬 是挺多灵的 不过在小数点后面而已 陈青青翻了一个白眼 没多久 辅导员就一脸神色焦急地出来 看到我还在走廊站着 连忙端起平日里面和蔼的笑容 你这孩子怎么还在外面站着 快进来 说着就热络地要拉过我的手 我不动声色地躲开 林阳几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最后还是跟着走了进来 刚进来 院长就一脸和气地冲着我笑 晚晚同学 快过来 周总是你爸 你怎么不早说 哎呀 还麻烦周总大半夜跑过来 我觉得好笑 就因为我爸有钱 所以这些都不算是 那些家里没权 没事的呢 听到来人是我爸 林阳反应最激烈 怎么可能 林阳知道我是本地的 但是我从来没带他回过我家 而且为了保护他的自尊心 我也从来没有花钱大手大脚过 他一直以为我花的钱 都是奖学金千辛万苦攒下来的 现在看院长对来人的态度 就知道我家非富极贵 什么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我家不是开摩托的 还是怎么可能我没有忍气吞声 被你们校园霸凌 我反唇相击 我爸一听 怒火马上就上来了 怎么回事 林院长 刚刚你可没有跟我说我女儿被校园霸凌了 你不是说只是一点小误会吗 院长一听 连忙客气陪笑 这都是孩子之间小打小闹 没那么严重的 小打小闹 多少人因为校园霸凌 选择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你们作为教育者不但没有维护公平 反而助长这些歪风邪气 我捐的钱建的图书馆里面 都是放的什么书 交出这么一群败类 最后院长保证 一定会查明真相 我爸才作罢 我觉得这种学校 也不会有什么好的校风 跟老爸申请了出国留学 原本校园墙 还有很多关于黑我的稿 我放出所有的购买记录 以及报警记录后 一夜之间都闭了嘴 就连表白墙也被删了 学校决定整改校风 校领导想要挽留我 被我拒绝了 而院长和辅导员也被谈话了 后续的处理就不清楚了 也查出了我的床铺是谁弄的了 我另外一个平时 对谁都很好的设有扔的 他跟陈清清是一个部门的 陈清清在文鱼部当了一个小部长 他想要讨陈清清开心 就主动申请给我制造麻烦 陈清清当然喜闻乐见 被查清后 学校给他寄了一个大过 听说他们家条件不是很好 所以寄大过之后 他基本和奖学金 助学金这些无缘了 不过我觉得他应该也不缺 毕竟大一的时候 他拿到奖学金后 连夜买了一个新款 苹果 还喜滋滋地和我们炫耀了很久 大二刚开学的时候 还说家里人生病 到处找班级同学捐钱 结果和男朋友去旅游的时候 拍朋友圈忘记屏蔽班级的人了 对于我爸是土豪这件事 陈清清虽然很震惊 不过也没有很在乎 他照例舔着林阳 即使那些购买记录 都快被我直接贴他眼睛上了 他还是觉得林阳家里真的有钱 不然怎么能住那么好的房子 每周末他都去林阳住的屋子里面 这天陈清清在房间里面化妆 林阳过来 一把抱住他 把他往床上拉 陈清清娇笑一声 却没有起身 只是撒着娇 叫着林阳的名字 林阳哥哥 人家都跟你好了那么久了 你怎么都不给人家送礼物的 你都给你前女友买了一条 六千多的项链 你是不是不爱我 还想着你前女友 林阳被叫的骨头都酥了 但是她哪来的钱 也不敢说六千多的项链一块钱买的 只能打着马哈哈 宝贝 你也知道我最近手头资金 有点转不过来 我创业也要钱的吗 陈清清有些气馁 但是想到自己都掉了林阳那么久了 要是现在放弃 岂不是亏死了 我不管 你要是不赶紧给我买个新手机 我就不跟你好了 一个新手机才一万多 你让你爸给你一点不就好了吗 林阳还想说些什么 房门被敲响了 林阳被打断好事 一脸的不耐烦 开门看到是房东 急忙想要把门关上 房东却不吃这一套 他快一步推开门 看到里面站着的陈清清 表情意味深长 小伙子 你可以啊 是不是该交房租了 你都拖了两星期了 还有押金也给我补上 林阳哪里能够凑出一个月的房租 他把压根就不是什么老板 就开了一家面馆 一年能有个十几万算是生意好的了 陈清清闻言阙 变了脸色 林阳 你爸就算要历练你 也不会生活费和房租都不给你吧 陈清清起了疑心 林阳心里焦急 内心不断咒骂着我 死表杂 居然还把押金要回去了 要是没有要回去 老子还能耍无赖 让房东把押金退给老子 押金足足有两万多 退回去林阳又可以潇洒 好一段时间 见他半天不说话 陈清清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被耍了 好你个林阳 你没钱装什么装 呸 说着就扇了林阳一耳光 被扇了一耳光 林阳顿觉没有了脸面 立马翻脸抓住陈清清的手臂 朝着陈清清的脸就打了回去 不好意思嫌弃我 你自己什么货色 你也不照照镜子 呸 陈清清浪费了时间 还被反咬一口 当即就怒了 两人很快就扭打在了一块 哪里还有刚刚半个小时 钱的甜蜜 房东看了一场好戏 最后还打了报警电话 举报有人护 我最后把押金给房东补上了 毕竟确实是我们这边违约在先 听说后面林阳把陈清清的脸 给划毁容了 陈清清抑郁的一度想要自杀 而林阳自己也因为故意伤害 最被停学 进去采缝刃机去了 不过这些都跟我没有关系了 我来了闺蜜留学的学校 一起留学 两人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 在这里 我还遇到了一个中国帅哥 我们一起聊国内的八卦 一起去吃中国菜 一起为后来努力时 我才意识到之前的我 是多么猪油蒙心 居然看上了林阳那种人